雷劉8月1日,新聞報告 主席兼貿易委員通報諾夫茲基斯 正向盟對話的共青藩保健案 進行全面深入建設性的瘡箱 雙方明確表達了通過瘡箱 解決分析的政治意願 一致同意繼續推動價格承諾決議談判 全力致力於通過有好對話瘡箱 發生雙方都能夠接受的解決方案 如果勾盟執意實施不合理的精髓措施 足夠將謙證作出必要反應 維護企業正當血液 報道話會談持續8個小時 分佈劉夫茲基斯發表聲明 話會面具建設性 足夠和勾盟將家的努力 尋找由後可執行 和符合性能規定的解決方案 報道引述勾盟外交消息指 勾盟將表決落實 運動車加徵關稅的日期 由原定的下星期三日後到10月初 大巴連連續兩日針對 真主黨的通訊器材集體爆炸 一共造成至少37人死亡 大約3,000人受傷 聯合國管理會 認罵立法國家要求 今日會召開會議討論事件 大巴連主要聯合國發表團 致下方理會說 當局的初步調查顯示 發生爆炸的設備在進入大巴連之前 已經被植入炸藥 事發時有關節備 收到電子訊息之後就可能爆炸 以色列自詐之浪和真主黨規格 向以色列民眾發送關協訊息 全國各地打開手機 出現了至少500萬條 發生爆炸的短訊 謹慎提到來自以色列司令部 內容包括向你所愛的人港座見 以及你會在地獄裡擁抱之外 報發短訊 也都包含可疑的網絡連接 以色列網絡管理局 發表任何含鬥 善動公眾恐慌 法國總理巴黎的 星期四難道愛麗社工 曼重圖馬克龍 提到新的日報名單 包括三十八名部初任選 外來社工說 兩約半年大約五十分鐘 馬克龍求感謝回來的組合工作 還未補掛回來的 提出的政府建構 維持各方平衡 新政府隨時準備就任 法國名單可能會在今天正式公佈 報導指 法國前央州事務部長 包羅張會出任部長 參議院共和黨並就 立泰澳被承認為內政部長 現任部共和黨部長 孟科而勞 居住留任 開始新聞報告六月 天氣報告 天氣報告 展望新日期期間 受疫症的增多 下週初 氣溫總部下降 星期一早上 氣溫在二十四度左右 平時氣溫二十九度 相對失度百分之七十九 財經Onlin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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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秋節那晚 我們這邊是烏人蜜報 什麼都看不到 除了褲照鏡 我什麼都看不到 Vitonki 你好 我放心 不過剛才要定一定經 今早做過幾個噁心的事 我會跟大家分享 很快就星期五 我相信香港 應該很快就踏入秋天 因為我都有留意你們的 香港的風景 今天開始 會下降到二十多度 應該不會太熱 希望大家早日 北風就送爽 秋二就是飆升 大家不需要太熱 剛剛我方展駁下去 他說他去到中秋那天 三十六度 陰玖宮 是不是 也很辛苦 希望秋天快點到 吹走熱氣 大家可以行山 又方便些 出街又沒那麼危局 高一點的氣壓 不用壓著 又那麼潮濕 希望大家有一個舒服一點的秋季 那 Iron Man說這個義和團重現 我當然也會說 那如果今天大家想聽我說真主黨 這個傳呼機 或者對港機爆炸事件 那就要留心 這個明天 這個惡語談 那我已經錄了 我就交給阿喬 通貴是下個星期 CN18貓哥哥 Bring up 下個星期 星期三的早上的Morning Glory 我可能會和你改為星期三的 晚上和你Live 因為在我的溫哥華時間 星期二 我就要通貴了 而在溫哥華時間的星期一 我全日就不可以吃東西的 就不停要喝那些 即是放瀉的藥水 早上就要吃瀉藥 吃完瀉藥之後 下午就要喝那些放瀉的水 而且什麼臭都不能吃 只可以喝Clear Liquid 即是只要喝一些 譬如透明的液體 譬如水 或者蘋果汁 咖啡就不用喝了 竹也不能吃 橙汁也不能吃 所以星期一 我基本上就不可以做任何的錄影 因為我會一直去瀉市 而星期一的早上 我要早點跟方展博 錄這一個英倫OT 因為錄完之後 就馬上就要吃瀉藥 就瀉了到 就吵你了 真糟糕了 好像是 Alvin好像你這樣說是 星期三晚上和你通 這一劑 Judith可以行山 誰說小聲 調教得很好 還小 調教得很大聲 你聽得清不清楚 但是最慘的是 星期二的一組 我就要去通櫃 通了完櫃 就要全身麻醉 然後又要 不開車 又要朋友 車回來 所以 星期二的下午 應該是清醒的 我就想休息一下 那我就換句話說 星期三的這個晚上 才跟大家去 去聊天 OK 會不會講到合彩 做解案 未必 我暫時還未看 可能留下星期一的 MorningGory 再跟你說 請教導 如果你知道Youtube說話 會被人覺得同情意色列 會不會被黃標 我不在乎 大家也知道 我都不在乎 YouTube 我講疫苗就講疫苗 我反中共就反中共 武漢肺炎就武漢肺炎 同情意色列 我一直都站在支持以色列 和特朗普那邊 那你要禁就禁 你要打壓就打壓 就是說真的 做人最重要的 如果 你們聽老我 不是想聽老我的真話 我只不過是避重就輕 怕這樣怕那樣 怕收益收益 不想到 那你聽我的話嗎 是不是 多謝啊William 那你聽我的話嗎 那我做任何的事 都是為收益而做事 看錢做人的 那我就講不想到那些 真話 就是我真心相信 believe的那些 價值觀 那這一個 我想你大家都追捧我 看了我這麼久的頻道 看了我這麼久的 這個節目 當然不會因為 就是我要避重就輕啊 怕人家制裁啊 怕人家禁禁 是不是 我不會這樣做的 如果我要做 我一早就 賣大糕糕啊 我一早就 為了錢的 我要你們捐身家 一早我就 又說要舊手捉 又又有什麼 又要騙你們的錢 是不是 我現在一直做的事 就是要 教聰你們 教聰你們 又找不到你們 笨蛋 那麼浪糕的事 就不得我做的 是不是這樣說 Simon你好 大哥 是不是要喝六點飲 一公升射藥 是啊 很糟糕啊 不要再說 這幾天都 我安樂樂過了 好嗎 OK 講一講台務的事 先和大家 這麼多人 現在有七百人 在這個check room裡面 阿喬的混蛋 就儲了錢 就帶媽媽去日本旅行 他一定要走的了 因為現在 待會我們都要講講減息 美國減息 那些日元 相對地 就會 遲些又會升回 就是 買回多些日元 大家會 在美國裡面 抽些美金 可能回到日本 日元會升回 那這個moment 他就一定要去日本 不是遲些過多年 日元就升了很多 那所有的紫水都貴了 就是去大寶田 大九寶公園 都要貴了些 是不是 那阿喬呢 因為去旅行 那我今晚 就已經要錄 這個香港奇案 那和明天的 這個鱷魚頭和正 已經錄了 我就會交給他 那今晚 他就會留夜 就剪好這兩條片 在出發前 那下個禮拜 我都可能會 避重就輕 就是 未必有 那麽多的 heavy duty 交給他 那但是就是 如果regularly 出街的 譬如烈大夫中醫教室 英倫 no tea 他一定要帶上電腦 出發去做旅行 那時候要剪賣的 那但是我 樂魚談 我就可能呢 下個禮拜 我就arrange到去 下個禮拜六 所以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 怎麼看劉定堅 那 一早就趕了 契契一名 垃圾一個 好嗎 現在不停在爆私隱 苟然殘存 這個生命 我很討厭這些 糟糟 不要說他了 好嗎 那Wireen就說 終於有live 星期三沒有live 很寂寞 不要緊 重溫 補充 好啦 那今晚的一個 老鵝鹿街之總理出巡 就會delay一些 才出街的 那原本呢 我們平時 老鵝鹿街之總理出巡 就七點多鐘 就出街 那但是今晚呢 他們就 一日要吃團年飯 中秋節那頓飯呢 老總理啊 小花啊 阿俊 Kristy 啊 倫養一號啊 葦高啊 白糖啊 還有另外一些幕後的朋友 那他們很難得 今天就聚在一起 就是吃飯 那但是呢 因為要遷啊Kristy 她又要人要打排 不是 美女打排球 打排球 打排球 明早打排球比賽 明早call time就是08 那不可以太晚吃飯 那所以呢 我就做了一個決定呢 就是將他們今晚 這個 老鵝鹿街 就移輪到他們 飯後者 在深水埗鹿街 OK 那就是今晚飯後者 這個深水埗鹿街 那你expect呢 今晚他們的 老鵝鹿街之總理出巡 就會大約 八點九至九點左右 那我就提醒了他們 希望他們今晚呢 各位女友記 都上一上鏡 先跟大家打個招呼 多謝大家 一直支持MHK 那今晚這頓飯呢 都是各位女友記 課金啊 打賞啊 眾籌啊 交台費啊 那我就 那我就 借了一些 公帑啊 給他們大家 金豪呢 就是吃一頓飯的 那如果你們今晚啊 想下去 親身見到總理啊 小花啊 他們呢 那他們今晚七點鐘呢 就在深水埗青山道 的金豪呢 就是吃飯 那大家就可以下去 碰一下運氣 吃一下飯 看看能不能碰到他們 或者敬阿總理他們 喝一杯 開支男妹給他們 去埋伏他們 是吧 就是看一下Kristy有多美麗 Kristy正在咬牙 那可能 你喜歡一些 鋼牙妹的那些 那你就喜歡Kristy 因為Kristy變了鋼牙妹 是吧 那 小花你看她是否胖 那或者是減貓盡 今晚是否吃屌 你都沒吃 那整碟支援燒 那是怎樣了 那或者你們 想幫我去 幫他加餐 那也都可以的 那在這裏呢 就跟大家說聲啦 那所以今晚呢 8點鐘 就要有一個澳洲非人生活 超哥的 那另外呢 就是香港人家書的第二集 那你一看完呢 那理論上呢 轉回到一台呢 就馬上做這個直播的了 這個的 裸裸佬街資總理出巡的了 那 那 金豪呢 就是我講起呢 就是有點啥啥的 就是我們經常都 總理幫他賣告白 總理經常幫他 找一些網友 有時候去訂位 啊 就是如此類推 那金豪呢 就找了一個大陸網紅呢 就叫你老闆 在拍小紅書 就給了七叉野 就是這個網紅呢 人仔 就是幫他拍片 那總理呢 就叫你老闆大大小小 我都樂過去拍過 有網聚又齊齊又盛盛 是吧 叫你老闆 老闆你就會做啦 是吧 多謝啊Tony 你是會做啦 叫你老闆 你今晚請他們吃碟 叫你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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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下他們啦 總理幫你做了這麼多事 是吧 免費的 義務反顧 不停幫你宣傳 就帶些客人去這裏 叫你老闆 是 你真是說真的 你給七叉野 大陸網紅 去深圳 叫你老闆 叫你老闆 小熊 去香港 叫你老闆 支持你 也好 或者上去你上面 開了檔 也好 有時都很心淡 就是 講真 為甚麼呢 因為 你去幫人 也好 cáld 今天辦公子 給人們 都擁有這麼多店舖 然後讚好 人家就給客人 奶尿蝦肉都沒有人 請過你吃一碟 說真的我真的吐了血 老哥幫我多謝白糖 當然是幫我用白糖默潔文前程 莫追究這首歌 OK 我不太明白你說什麼 老哥信不信奧合彩做罵我 我今天這個題目我真的還沒看到 或者叫阿鹹濕超幫我找一找 在通訊站和大家分享 或者我們在下個星期的Morning Glory 或者是岳余談會和大家講 OK 好不好 所以有時候你心甘命底的幫別人 拉客 賺好他們的東西 人家都沒有人想過你 全部被大陸網紅這樣鬆手 你說是不是真的吐血 所以為什麼呢 我都不想他再拍片 再賺別人的東西 幫別人 第一 幫得你一時就幫不了你一輩子 到你們的賺好一點的時候 你就不會想我們 所以有時候 這個情況 生意的東西 我們盡量 都盡量 不說別人那麼多 哪些東西好吃 哪些東西不好吃 在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都會覺得 那些經營困難 你自己想想 你的生意怎樣去做 除非你有些很特別的原因 那些人 誰跟我說 那些人很好吃 去幫一下他們 我都未必會做到這些事情 為什麼呢 幫了你一時 帶了一些網友去到 之後的 那你自己頂不了 或者又要倒閉 也都是延長你的痛苦 就算撐住了 再回頭 你又不會想我們曾經幫過你 所以那些手指 真的咬得出 真的咬不可以進去 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今晚我也不會 你了 照叫他們去金毛吃飯 亦都是各位網友的打賞 支持他們吃飯 是不是 OK 威威小食 還整天送食物給生哥哥 那個老闆就重情重義 那就好咯 有些朋友 還記得別人幫過他 是吧 或者是 比利哥 餐餐下去 附近家房 之後下去吃一瓶 生腸 給了很多生意 他們 Simon 說 大哥真的有心理準備 一喝完這瀉藥 一個鐘頭來 很肚痛 很走廁所 十幾十次 沒錯 我知道了 很糟糕的 我第二次有這樣的經驗 第一次我就在醫院過的 當時在九龍浸會醫院 訂了房間 整晚就在那裡 第二天早上就被人捕了進去 照屁股 照完之後 溫溫彈彈的 我就出回來 Anyway 不要緊 都要做的 五十六歲 差不多時間 要再看看大場有沒有事 IMM說 連鎖餐廳 南小館 全灣店 突然宣佈結業 南小館 只剩下一個分店 台灣飲品 上茶 連初二關三分店 今年又再關閉三間 連這個餃子店 王后餃子 亦不敵內地企業 插旗 而關閉結束 說什麼 說什麼 五億探長雷諾轉 五億探長雷諾轉 說什麼 是他開的 潮州百樂 在這個利院商場 第三期 旁邊 現在都說 要倒閉了 幾十年了 我從小吃到大了 我爺爺帶我去 那時候我還記得 有一條酒行進去 到我自己長大去吃 再吊你了 我還把大宣佑樂 拍到大宣佑樂 現在沒有救了 那你怎樣 好嗎 OK Anyway 如果大家今晚想去見到 總理和MHK 所有香港 這個支部的主持人 幕後的英雄 各個的手足 今晚如果你七點鐘 下去一個金毛 你就會見到他們 OK 那好吧 那說一下噁心 剛剛有一千人 那現在有三百五十幾個Like 真的很少 今天早上 我早上起床 就因為要準備錄影 那我早上起床 就看資料 也準備好一些片 今天這個MorningGory 去用 上映完片 就去洗澡 洗澡了 那時候 看到我太太 跟我殺有戒事 我說一些很噁心的事 給你聽 好嗎 我說什麼事啊 真的很恐怖 你有心未準備 我說 我發覺 我們在後面的Furnace 即是我們一個大水爐 即是我們裝熱水的地方 有老鼠的屍體 咦 為什麼有老鼠的屍體 老鼠屍體都未見到 原來呢 因為現在我們色直秋天 今天都很冷 十幾度 我們今天 很多那些小動物 就要找地方過冬 去年呢 如果大家有記得 剛剛一年 我去年也是差不多時候 然後呢 我又要出這些老鼠夾 去捉一些米奇老尾 那麼 在去年 我們都設了很多 的Booby Trap 那麼 今年呢 就有這些老鼠 就又又進來了 那麼 但是今年它進來的地方 我真的猜不到 原來在那個地方 都能進來 換句話說 我屋的後面 也都有一些地方 可能它咬穿了 進去我們的屋裡 那麼 其實這屋裡 就有可能是 其他地上的瓦縫 它就走走走走走就走 走走走走走走 也就或者呢 它就會在 牆那些木 木和木之間的甲縫 拉進來 那麼 其中一個熱點呢 就是我們一個叫 Crow Space的地方 就是一個大洞來的 我們就放 原本是買的旅行夾 後來 經過那些捉蟑蜈專家 就叫我千萬不要再放東西進去 那我們就沒有再放東西進去 但是在那個地方 我們就佈重了所有的老鼠夾 老鼠夾是一個很細小的木夾 然後我們塗上花生象,放在牆旁邊 老鼠不敢光明正大地走,就是黏牆走 所以老鼠夾一定要放在牆旁邊的位置 我太太跟我說,為什麼夾了老鼠 我看老鼠,無神神一塊黑色的薄薄 我就跟太太說,不如我們檢查一下 那個crawl space 還有沒有老鼠 我老太太一直都不敢打開 所以我已經把牆旁關緊了 因為怕一打開,老鼠會走出來 因為我放了很多食物,米、蔬菜等 幸好我用了一個ultrasound的聲波驅鼠器 插在這裏 然後吵著老鼠就不敢進來 我突然打開了這個crawl space 一看裡面 靠在我左邊的 即是進去裡面大概三四尺的地方 就有兩隻老鼠,一大一小 而在另外一邊,右手邊的 深入去大概五尺的地方 扑到街上,有一隻半隻手掌那麼大的老鼠 就伏屍了 因為那些地方不是我的手可以伸展到的地方 而是要把椅子爬進去crawl space 然後走進去 去拿那些老鼠夾 我拿了一個垃圾袋 爬進去 情況像什麼呢? 情況就是看二營 二營有個男長 然後走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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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見到老鼠屍體 那我就拿了筷子 拿了筷子 然後夾起它 但是一夾就夾不動 原因是為什麼呢? 如果一拍死它那時候 那些腸啊,血啊,老張啊 流了一地都是 而乾了,黏了 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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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了之後呢 然後我就要用我的筷子 插在地上 插開了它 然後夾回來 然後地上就可以到香港奇案的死屍 那些屍水 放在黑色上 我剛剛吃完 沖嶽完了 然後走進去 地上又有老鼠屎 更恐怖的就是 有很多那些 的蝶子 的蜘蛛網 在Crawl space裡面 有一些蜘蛛屍體 那我還看見蜘蛛的肚子很大 我迫於無裂 一定要殺了它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一大拍了他,那些小蜘蛛就大了 那我就唯有拿一張紙巾,拿一張紙巾,就拿一堆,就丟到垃圾袋裡 如果不然,就噴掉那些小蜘蛛,就很頭暈了 大家,你想想,那些蜘蛛網在我臉上,我頭就沾濕了 就黏了地上,或者那些蜘蛛網的絲在我後面 身上又有這些,就丟到那些老鼠屎,然後就丟到那裡,在橙一隻老鼠,夾回來,丟到那裡 第二隻老鼠,撞到那裡的尾,很難長,長到那條賓舟 他的老鼠的尾,就好像那些乾了,那些魷魚絲那樣 然後乾了之後,就扭曲了一個L型,要淺起來,整條L的老鼠尾,出來回來 然後丟到那裡,又丟到那裡 好,跟著就去我右邊那邊,那個五尺的範圍裏面 那隻老鼠真的大了,夾來夾去也夾不到,哎呀,我不肯想拿手拿 因為他又是黏著,又是要剷,然後就給我耗盡這個狗牛二虎之力 很遠距離,不肯想都夾下去,又丟了下去 前後又是殺了四隻,去年又是殺了四隻 那麽,Muzuki 呢,就說,耐了就慣了,已經慣了 但是我想不到,我剛剛沖完糧 走進去要捉捉老鼠,大佬 就是合街坦捉老鼠的屍體 幸好那些就是Rodent,即是Mais,就是小隻的 拍死了,他乾身乾得很快 如果是那些大老鼠的Rats,那這些老鼠夾是完全捉不到的 那麽,我告訴你,有一件更恐怖,就發生在我姑姑家家裡 他有隻蟲鼠走進去那間屋上面 那麽在那些Arctic這個位置,就不知為何 就有人吃錯了老鼠藥,就是在那些Arctic上面死了 那隻蟲鼠,蟲鼠你都知道的啦 那麽你這麽大隻也有尾尾的 那麽死了之後,沒有人知道 那麽蟲鼠呢,就開始腐爛,和獅子漲了 那些獅蟲,那些獅蟲呢,就在Arctic上面 就經過天花板的獅蟲,那些欅子漏了出來 那麽在牆角那裏,就開始掉了一些獅蟲 那麽他們在牆角那裏,就開始掉了一些獅蟲 那麽他們在牆角下面有一張桌子吃飯 那麽吃吃飯,就掉了一些獅蟲 到那些獅蟲那裏,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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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那麽之後要找那些滅鼠隊的人來,就去找那條屍體在哪裏 那麽就是,扔掉那條蟲鼠的這個屍體 那麽真是好,好嘩嘩嘩嘩嘩嘩嘩 那麽算是這樣啦,不是我刪捉了他 而是他死了之後才找到 那麽我其實就很害怕老鼠的 即是不要見我一個大男人 那麽但是,我老婆說,我知道你害怕啊 那麽他很疼我,她說不如我去捉吧 那麽我說,大家,我藏著一個男人 要我老婆,她滾入那個crawl space 那麽然後,我怎麽還在拍照呢 拍來做什麽,我就變態啊 拍來把人,大家不要玩啊 是不是 拍來把人啊 真是不妙我留為紀念,真是很噁嘩嘩嘩 你來我家後面的垃圾塗,我拆回給你 那麽沒理由要我太太去捐入crawl space 又有死老鼠,又有死蜘蛛,又有蜘蛛,又有蜘蛛 那麽如果我這麽怕,要他怎麽做這件事 我還是男人來的,這麽賓舟 是吧,我這麽賓舟,我這麽賓舟,我這麽賓舟 我這麽賓舟是你精神病領袖 是吧,我當然不賓舟 多賓舟,我都要做 哇,弄完之後,馬上去吵你,給松室又衝多一次流 多賓舟 那麽沒辦法了,在北美洲生活呢 這個時間呢,可能多人多阿必啊 美國阿必啊,我上面阿Fred呢 阿Fred可能在內陸呢,他也有月類這些問題 因為一到這個入秋呢,那些暴雨類動物就要找鬥了 那他們通常呢,夏天呢 他們就可以在外面的果子啊 那些果仁啊 那些地方 去吵你給你吃 那麽現在他們真的要找些地方 躲起來,那麽賓舟呢 就是他入秋前呢,我就捉了他們 如果不賓舟呢,他入了來之後呢 然後再在冬天呢,他就不會出去的 他就開始在我家裡的內籠裡面呢 就去找,找,找,找東西吃 那麽他就會走出來我的廳啦 走到我的Basement裡拿東西啦 拉上我的吵你什麼的房子 那麽就大了 那麽所以,在這個入秋前呢 捉了他的全家呢 阿姨媽啊,吵你什麼的老爺啊 阿婆婆啊,吵你什麼的孫兒啊 吵你什麼的孫兒啊 全家都剷了 那麽就是一件吵你什麼好彩的事件 那麽就是,如果不然呢 耐多一點點呢 有這樣的情況呢 他們就開始吃過的麵包啊 或者吃過的士多啤梨啊 或者我吃剩餅水之後 他們就走出來撿 那麽就大了喔 那我以前讀白 我有沒有拿一些老鼠、蟲鼠研究 我撞過貓呢 老鼠當然也有撞過 那麽現在到花木蘭呢 花木蘭已經開始解剖大體老師了 那麽我現在相信 如果花木蘭在家裡住呢 我就叫他撿了 因爲他見這些老鼠屍體多 他應該不怕 但是他就很怕蟲鼠 那麽就是一有蟲鼠 也都怕到 就叫老頭 幫我搞定他 那麽所以 那麽家裏面的所有這些執屍啊 殺身啊 杜蟲啊 或者狠狠的東西 就一定是要我做的 是吧 那麽要河馬山 三鎮 就是捉老鼠 老鼠才神來 是吧 有道恐怖片 70年代的老鼠王 放些老鼠膠 其實就更難不得 爲什麽呢 我 因爲當老鼠黏著他 他不死得 他走不走 雙眼仔就看著你 而是你呢 又要將他撿起 或者你要拿鐵鎚 就打死他 那麽真是大人了 那麽 碧虎呢 我就不敢打他 因為碧虎是一種蟲來的 碧虎是幫你家裏 吃光了些蛇蟲鼻 那麽我覺得碧虎就要保持 那麽 但是以前 那麽在青漢道住的時候 那麽有很多炎蛇 那些炎蛇呢 比阿超哥的那條賓州 那麽很長 整個手掌是那麽很長 躲在櫃後面 那我晚上看電視的時候 他就有燈光 他就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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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我把他放在卡子上 把他放在卡子上 整個就把他放在卡子上 然後就把他放在卡子上 然後拿去後樓梯放在卡子上 這一個對付炎蛇 我盡量不殺他 但是老鼠就真的沒辦法 老鼠進到你家裡 放在老鼠入米缸 那麽真是大膽 那麽我現在趕你上來 我屁你了 我現在我的頭都痕了 那麽今早上我所受的那種經歷 是硬著頭皮 那麽還有這一個 如果你問 這個絕對是愛的 哈哈 如果不是愛我太太 我想我真的不會克服這個人生 我最怕的這個 fear factor 那麽還有呢 就是硬著頭皮 我都要頂著他 因爲我沒有可能要我老婆 要做這些事情 如果我要我老婆做這些事情 我就太頑奔舟 是吧 真是全家慘到不頓得了 那麽望月珍島 還有以前西門有很多 這麽琴佬 我的身體很小的腳很長 有些很無神神的 有腳的 爲什麽我見到那些 那些蜘蛛大肚 一定要收拾它呢 我小時候 也有一個 fear factor 很恐怖 那麽我突然之間 在家裏面 就好像見到一粒 好像荔枝 你知不知什麽叫荔枝 荔枝摸了 那麽白色的肉 有一拋東西 那麽我老婆就不知什麽 爲什麽 爲什麽拋東西 那麽我看 那麽原來 那是一個蜘蛛 生了一個 的蟲类來的 那麽裏面呢 那麽裏面呢 有好多這些 的荔枝摸 那麽我老婆一拍下去的時候 一爆破了 那麽 嘩 那些蜘蛛 爛爛到整個家裏都是 情況就像 長江七號 周星馳和小妹 拍蟑螂 那麽 哇 拿了蟑螂 拍死了那些 荔枝摸 然後拍到那些牆 就有鞋 印給我媽媽回來 就被我媽媽來 罵了 但是很恐怖 那麽童年音 我現在想起我全身都走 嘩 這隻荔枝全部一隻隻 像這個荔枝 荔枝 乾了的荔枝 你知荔枝剝殼呢 有時候有個衣包著那些荔枝肉 就是那種的 有個茄子在外面 一拍下去 嘩 飄飄飄飄飄飄 一拍下去 真的 老婆 是不是不怕蟑螂 不怕蟑螂 蟑螂我可以兜手拍死它 我小時候睡睡一覺 有隻蟑螂 那時候我小時候在堅島住 樓下是 海燕飯店 很多蟑螂 有隻蟑螂 我把蟑螂拉了我的腳 我把蟑螂拉了 把蟑螂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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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照睡了 有一次 在後巷 為什麼我這麼害怕老鼠呢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看沈聖伊 剛剛死鬼徐少強 星期五做的 當晚呢 我媽媽上了我媽上 打麻將 和兒媽 和兒婆 和我媽 打麻將 我一個人在二樓 看沈聖伊 當時在冬天開了一個窗 你知道有時候 會掛蟑螂在那裡吹乾的 他們就吃完蟑螂 蟑螂就有條繩子 有些蟑螂味 我聽到我的房間 為什麼這麼吵 嘰嘰嘰嘰嘰嘰 一進去 嘩 射隻老鼠 半尺長 六七吋 在窗門裡面 咬那條繩 像蟑螂千秋 嘩 嚇懇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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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 我電視都不認識 扔了一條鑰匙 扔了九秒九 跑到六樓 我說爺在家裡 好大隻老鼠 好大隻老鼠 嘩 接著 當我老爸 放夜班回來的時候 打電話叫我回來 你剛才是不是見到老鼠 他說 爸爸你怎麼知道 沒錯 因為我開門的時候 老鼠就在門口裡面 然後跳下去跑了 嘩 嘩 我真的 自此以後 我就很害怕老鼠 這個就是 小時候 他跌了一個蛇鬥 老鵝正在看沈聖伊 以為自己 徐少強那麼好打 誰知道一隻老鼠就收了我皮 我就 一個九秒九 飆上上二樓 跑上六樓 多害怕 怕到現在 想不到我今天 這個屍體要撿老鼠 這個屍體 真的大膜 以前香港 這些地方的衛生程度 真的差 通街都老鼠 那時候有老鼠箱 各方面的東西 就是小小故事 跟大家去分享 很多一些 可能是九十後 千禧後的朋友 可能你 聽到這些故事 可能會匪夷所思 但是 這就是我們七十年代 長大的朋友仔 就是當時的經歷 OK 好 男人怕老鼠 大有人在 真是很恐怖 不是說笑的 OK 好 我們看看 香港一些新聞 趕緊到九點十分 你要趕老鼠 趕緊到這麼久 OK 出超過400項慶祝活動 還有不同的救物和交通優惠 亦會在全港增設和國慶75周年相關的物品 政府說沒有獨立統計一系列活動和優惠所需要的公筒 相信令市民開心是值得 亦有助帶動市道消費 郭婷晴報道 政府延續去年的做法 國慶推出一系列慶祝活動和優惠 包括國慶前一晚 會在西九文化區舉辦千人大合唱 由中學生唱愛國歌曲和有無人機表演 而十一當晚九點 維港上空會有國慶煙花會演 市民在國慶當日可以免費搭電車 小朋友坐大部分巴士指定日間路線免費 用八達通乘港鐵 大部分的路線 包括東鐵線羅湖、洛馬州站都會有七五折 天星小輪今月30日起 一連三日往返尖沙咀、灣仔和中環的航線免費 國慶當日政府會資助市民 包括學生和長者半家看戲 預計十八萬人次參與 戲票下星期三有得買 康民處核下多個設施 所有博物館和濕地公園都免費開放 西九文化區、海洋公園、昂平360 和山頂纜車 以及多個商場和三千間食肆 也都會推出國慶優惠 政府相信即使市民北上 對刺激市道不會有太大影響 有些食肆免費 我們希望借這些機會 鼓勵多些本地的消費 所有這些活動 我們有折扣優惠的 其實就沒有分香港人和內地人 或者是外國遊客 所有的人士都可以有相同的優惠 所以我們希望他們都來香港多參與 從而多了遊客來香港 當然對香港的消費 市場是有一定的幫助 政府也在全港各區掛國旗、區旗、國慶橫幅和海報等等 一共18萬5千件宣傳品 規模是歷年最大 慶祝的開支 部分有各部門的預算切納 部分就會有各界贊助 政府說沒有計算一系列活動的還開支 由線新聞獲停征不斷 楊局搶了一個電話 二十二、五年四月來香港開演唱會 我也有看過這單新聞 沒有評論 有一來香港的歌迷有一看 我都覺得很OK 沒有太大問題 我也不會反對這些 也對的 應該找多一些大型的品牌 九十年代 昨天我都不認識高歌的 我問一下 或是Njewong 郵頭哥 你知不知道叫我 多好啊 這對我來說 我來香港開演唱會 那是個不錯的選擇 無論如何 香港都要有國際的東西 沒有反對 我也知道香港很多的朋友 今時今日 除了吃喝玩樂之外 難道我們不想有文化的東西 洗滴一下大家的心靈 都是一件好事 你看到75匪共,涉獲75周年,然後這些傢伙就大玩兼謎,食字,什麼七五節,叫雞七十五獎,送一獎,或者是全日任勢75次,還是怎樣 限做75個幸運兒,我也不知道,每天任做包吹血75次,想來想去想這些傢伙,但是那些全部都是我們香港人的血汗金錢 我們香港人的血汗金錢,你用了在這樣的吃喝玩樂一炮過,叫武昇平,為什麼又要減價去看電影,又說減價搭車 其實沒他的,就要你們那些傢伙,個個都走出來,在街上走來走去,游離浪蕩,然後跟著鏡頭拍到,嘩嘩多人 大家都分享一個的祖國,國慶的氣氛,大家都支持這個祖國,如果大家不想出來,無人問津,佛人問津 那他就叫你什麼按鈎咯,我就交給大家,大家聽了我這麼多年,都知道應該怎樣去做 我就想不想相信,現在有千四人在這個check room裡面,這千四人的網友,你們是會吊你路美西,那天好想著藥,看半戒氣氛 又說走去那些茶樓裡面,吊你路美西,享受他的那個七五折,又走去和大陸躲逼,或者搭船搭車,這樣的情況 我想你們一定會找到你們適當的方法,去行山也好,或者一早去了很想偏遠的地方,沒有試過乾淨 然後跟著,晚點回家睡覺休息,還是怎樣 但是就沒有不必要和這些傻子,玩這些傻子低端的東西 那走出來,又聽了抗美雲,又吊你路美,唱我的國家,我的家庭,還是什麼傻子的歌 然後就吊小孩子出來唱歌,那就叫你路美在韓木啊 你不要這麼想玩餅啊 抗美雲,平面方角,女人之中的反骨仔,蘇文峰應該拿出來做這個書本教材 一看他的樣子就知道反骨,以後見衰,是不是 說話,有聲頭,沒有聲尾,天生一褲,的情婦格 收起來那些狐狸精那些樣子,不用找人 找他出來,就叫你路美雲,交人粥氣了,是不是 你唱我的什麼東西,祖國,有什麼好聽啊 我的香港,還是我去香港,你真是走開啦 你們真是這些傻子,跟著屈小孩子出來,唱紅歌 有什麼東西這麼過癮啊,是不是 所以大家那天就可以考慮一下,就在家裡休息啦 難得,有一個假期,就無謂出街,就做這個人肉報警版 那現在,就是想借助這些,要些人出來,就是消費 刺激這個經濟,但是你花了這麼多的錢 但是那些人呢,就回了大陸,就叫你路美,吃喝玩樂 那甚至有些媒體有些報道,說呢,今年的人覺得呢 我為什麼這麼狠狠,叫你路美,在香港裡面買這些月餅啊 大陸的月餅80元,香港的月餅300多元 我吃起大陸的東西上來又便宜,還好像覺得 那個味道好像比香港的好一點,叫你路美,對不對 就是這樣,那你都沒辦法的,或者那些人喜歡上去大陸 那現在香港進入了一個地步,就很嚴重的 你現在想不想多這些的小欣小衛cheapskate 其實,你就是只不過你是entertain到一堆的,叫你路美的 又或者那些賢頭小李啊,小恩小衛啊,那些cheaps的 又或者就benefit到,大陸那些窮遊特種兵 これで中國國 Лю dart point 旅遊低端化,含不而要你去吃喝玩樂的那些 兩送飯啊,傳 куп On The other Rockefeller,那些便宜away 讓現在的窮遊特種兵下來, 只不過是吃魚蛋, 無上真品 你大度不找到飲食業的洗錢, 而且很多人都走在上面 我真的很想請問, 就算你大費周章浪費那麼多公帑, 放那麼多東西出來 而只不過是一天半天, 就算真的給你洗足錢, 又如何救了你香港的經濟呢 只不過是全家產, 痛到很辛苦, 然後只不過是肯求醫生幫你打一支孖啡針 而在這十一黃金周, 你這一天輕輕易見到人山人海, 第二天又痛症又發了 你打了這個止孖啡針也搞不定 這個就不可能是因為你那個短期的問題, 而是這個結構性的問題 OK? 結構性就是那些人上了大陸消費, 下來的那些就是chipper 有錢的大陸人, 就直接去日本, 去歐洲, 去英國去旅行 就不會來你香港, 所以你就算放幾多大陸人, 這十一黃金周又走幾多人下來 就算你有幾多個優惠給他, 你刺激不到一個長遠一點, 或者是long term一點 對香港的旅遊業, 和這個零售業, 有任何的這個振興 過了之後, 亦都是沒有用的, 所以這些錢, 都花了它, 是多餘的 是浪費的, 是幫不了手的 OK? 所以是花了這些傻錢, 做什麼傻事呢? 是不是? 你不如正正經經去研究一下, 你怎樣去救回香港的經濟 是吧? 待會我都會講減息的, 減息大家千萬不要 沒有賣樓, 沒有傻用的 是吧? 香港有錢的那班, 就一定去過了日本的了 因為日本現在十月開始, 上楓葉的這個季節 過去日本看楓葉, 是吧? 片山的這個紅葉, 或者去韓國看楓葉 是吧? 軟頂一點的就去歐洲, OK? 剛剛或者去英國探親, 他又不肯在香港花錢的 窮欺的就走上大陸, 全部被北上, 剩下的香港又不肯花錢的 又或者被那些身家, 是吧? 就縮緊折, 通家又一個吉舖 都不肯知道, 你捱到多久的工作, 或者那些生意, 又按著那個荷包, 不肯花 那你怎樣呢? 你不計成本, 是吧? 大費周章, 大灑金錢 就是拼你十月一日這一日的所謂國慶, 亂交的付錢 可以有更多的地方需要錢, 你不能用 做一些歌舞聲評, 拼拍照, 拼留幾張照片 看你香港由亂免至舊主義, 但你赤字一一樣是這麼多 你沒有意思的, 但是你的議會裏面沒有人去制衡他, 對吧? 你扔這麼一點的錢, 就要我們去消費, 去震驚這個經濟 不如你乾脆一點, 給很多些派錢, 只是在香港裏面 只可以使用這些消費券, 那天每人派七百五十元 大家就多謝你了, 那這七百五十元, 你全部洗回去本土裏面 不能准什麼東西的, 那你每個人都可以按到的, 都是在香港洗錢 你都可以幫到手, 又不能替消費券, 幫那些消費券 讓人家去洗, 做這些黃鉤的東西, 放煙花, 不能用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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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用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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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由大舉南下搞不定 我們看看他們的預測 今年十一他們的消費情況 政府推出超過七百項慶祝活動 政府推出超過四百項慶祝活動 和提供不同優惠 有餐飲業介卦 市民不想消費影響生意 預料今年生意將不及去年國慶 內地遊客現在來香港的消費力 都是減弱了 平均人均的消費都減了大約兩成左右 所以一方面我們的市民 出外旅遊是多了 另一方面內地來的遊客 沒錯數量是多了 但是那個消費力又減了 去年的生意是超過三億元 今年來說我相信是會有所減縮的 因為經濟的問題 以及一些以往有很多內地的政府機構 或者香港的一些企業 做很多飲宴的活動 現在不是說沒有 但是以為數來說其實是縮減了的 所以在那方面其實也會有一些影響 他也說了 跟我說的看法是一樣的 香港人要是日高端的 走到第一地方 英、澳、日本、韓、日台 使用錢 窮一些的 就走到你兩美 全家產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好了 然後你跟著就招呼所有窮遊特種兵下來 那些窮遊特種兵使用錢是低端的 就是不會捨得貴的 不會以前跑去吵你沒有食刺啊 不會跑去西貢啊 不會吵你廣東道素名牌啊 全家產拿了一枝農夫清泉下來 他都吵你什麼嫌多啊 跟著要喝一架 把膠瓶在那裡吵你 幫你去吵你連貸 dans一枝農夫や 又不肯就幫你放垃圾 沒有太多膠疲力 給內有一些優惠 好了 也是那麽多 роб人下來的時候 你敢不敢在國庆裏面 吵你外公 church 這一個的 這個為法國王家 巴黎舞團 他會表演 你敢不敢叫他們來呢 是不是 你敢不敢 叫你 down pick up 吵你耍 打扮整隊 叫做Alba來香港重組唱歌 不會啊 這些高檔次的西歐文明的東西 這些傢伙是不懂的 那你就只有一直去做什麼 又是放無人機 又是放煙花 又是叫鄺美雲唱歌 這些品味惡俗 低端口味 沒有來大體 上不到大桌 而我們在香港 97年之前都不會做這些事情 我們說的有品味 有西歐的 你記不記得維港會星會 什麼巨星會 來什麼人 你看看現在那些人會不會來 那些人就是令到你的城市裡面有個格 你做些事情出來 你沒有個格 你做些事情不酷 簡單說 簡單說 不酷 簡單說的 笨笨 現在 你說真的 出去旅行的人 難道是我們那些 那樣多 那些老師 那些人會出去嗎 其實你說真的 全世界都是 去旅行的 通常就是那些年輕的人去最多些 OK 又或者 新婚 又或者男女朋友去拍拖 去去旅行 試炮 香港人都是這樣 男女通常一拍拖 但是沒有幾多久就去旅行的 為什麼呢 那就是 去旅行的時候 試埋中 分前試愛 是這樣去做的 那些韓國人 日本人都是喜歡這樣 那些比較老的 鬼頭的 歐洲 英國 美國 客 想來到香港 沉默回到以前六七十年 來到落黑道的酒吧 去山頂 看看你們吃海鮮 水果 他們都沒有人 那些人又不有人來 見到 你在吵架去 你通街都是大陸你 通街都是吵架鬧 衝街都在麵肉橫山,很噁心的那些大陸女客,嚇得嚇得走她 你來來去去都玩些傻的東西,那些年輕人都這麼沉悶的 一點都不沉悶的,為什麼我們這些年輕人這麼喜歡去日本 這麼喜歡去韓國,人家的東西潮的嘛,欺負的嘛 你那些東西賊的嘛,難道你叫鄺美雲出來唱歌 會吸引到對虎山過來的,韓國情侶 不夠會的嘛,那你就弄賊了香港的品牌 你的東西就給你老土,然後跟著那些人下來去消費 你不會上大桌就低端消費,那你香港的價格又欺負 你的經濟裏面就越做越瘋,頭瘋瘋的樣子 而根本也都不夠潮,也都欠缺國際的東西 那你又要放幾多人下來,你經常跟我說這些數字 好像李家超說的,數字那些全部都是冰爛爛的東西 我們不能在乎,現在我就跟你說回 你不要再跟我說什麼數字,幾多人來 質量就是最重要 你現在這集不想花錢的大陸客人下來 你各方面這樣要配合,reward他 就是當他神那樣拜,陷家產,令他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但是實際就是用了很多公帑資源去成就這件事 而他們,on the other hand,是帶不到經濟的收益給香港之餘 再加上他們瘋狂地衝下來 那些行政啊,administration啊,交道的擠塞啊 那些全家產,衛生,各方面剩下的垃圾啊 全部,那些多人滋擾 好了,也都是因為他來到,港人走光了那些外國人 原因是為什麼?我們做的事要迎合他外國人 那些人覺得你很懶惰,不懶惰上來 東南亞年輕的年輕人,你覺得你的東西很懶惰,大陸化,老懶惰,不懶惰 不懶惰,就輸夠了 這一個是已經結構性的問題來的 阿熙你覺得對嗎? 然後珍寶海鮮房都尋夠了 你懶惰,對不對? 你看看你自己的容器捱得多久 那些老牌的東西,不是捱得太久了 你沒有生意的話 誰跟你這麼懶惰,你租這麼貴 登又火立又要成本又是貴 還不懶惰不到,沒有生意 我不想把錢尾都捱得太久了 現在你不停的這個劫業潮 但是你那些所謂大陸的店舖衝下來 根本就不會有這個 adapt 了我們香港人的這個口味 他們那些大陸的東西,落到來香港 就算那些多人奶共的懶惰人 我都吵你了,我明天上深圳了 為什麼在這裡光顧? 我回到深圳吃屌,還原汁原味 暗糕 回到大灣區喝一杯的屌 你給你喜茶好喝一點 所以跟你在這裡排隊,暗糕 對吧? 那你到來,真正的香港人 又不會光顧你 討厭你之外 亦都擔心食安的問題 你撐大陸的,那些人都回去 那為什麼在香港光顧你呢? 那所以那些人下來沖織 頂著你的牆 拿著你的東西 拿著你的舖 趕走那些舊經濟的 他們亦都不會捱得久 所以這一個是一個必然的 Richard Cycle的問題 那李渣超和他那些警察團隊 當然是不會明白這個道理 是吧? 那所以可以告訴你 是吧? 就是整體他們做些事情出來 就是浪費公帑 徒勞無功 是吧? 只不能咳嗽 甚至沒有 可以剛才我講的那個能力 你痛得很厲害 要帶一隻貓咖啡針 而貓咖啡針也只不能咳嗽痛 告訴大家 是吧? 所以現在你看看這些人 還按鈕到一個點 真是下手下腳 搞熊貓的經濟 我真是服了他們 來咳嗽五體投地 要吸客 大熊貓可能會幫到手 南區區議會明天會討論 借熊貓提振地區經濟 包括鎮設不同的打卡點 以及鼓勵商戶 推出熊貓造型的高點 張俊希報道 整百隻的大熊貓 由海洋公園出走到 香港仔海濱巡廊 處處都有熊貓的蹤影 日後更加會游到避風塘 這裡的山板 將會加入裝飾 化身熊貓彩艇 給公眾免費搭 這一系列的大熊貓主題佈置 由南區區議會 提振地區經濟小組 聯同地區組織和海洋公園籌備 慶祝四隻新的大熊貓成員 加入南區 將熊貓經濟帶入社區 好 為甚麼 因為有些特色野人 一些旅遊人士看看 現在這樣靜靜靜 好像死海那樣有甚麼用 以前有很多 黃旗那些 遊船河那些 以前在那邊 哇 你真是一天做不切生意 現在一隻都沒有 我都覺得香港仔很慘 不知道為何會這麼差 之前尋了那隻珍寶海鮮房那些 例如複製一隻出來 可能都有 像九龍城寨那些概念 可能都會有些效果 好過 擺一隻住在山的熊貓 放在海邊的相片 有些怪怪的 因應中秋和國慶 晚上還會有LED天幕 展示大熊貓圖案 除了看得還可以吃落土 同樣是黑白配搭的熊貓芝麻糕 大菜糕各色其色 南區有糕餅店應當局邀請 推出多款熊貓造型的糕點和飲品 剛剛生了兩隻 trince出來 好可愛 好多人關注這兩隻 小熊貓 我們就做了這個trince的小熊貓 我們初初做了些試驗品出來的時候 都放在雪櫃的雪櫃那裏 所以路人都看到小熊貓 就來問 就說想買 我們就說不行 很多人問 他期望熊貓糕點 可以吸引區外客和遊客光顧 刺激生意 有線新聞張俊希報道 其實他們整群人 剛才有網友說 他們叫香港改名為臥龍 新臥龍 糟糕 糟糕 一會兒又玩無人機 做熊貓圖案 一會兒又這樣又那樣 糟糕 香港真是糟糕 骨牆都執勾了無人起機 我想起都糟糕心傷 南區 誰都知道南區的DNA是什麼 就是糟糕 糟糕 很多水上人 很多艇家 很多出去打魚的這些船 就進去避風塘裡面 等適當的時候再出去 一個網網千斤 這樣的情況 當然南區最remarkable的 留得低給香港人的legacy 應該是珍寶海鮮房 但是奈何這些殖民地的icon 特區政府就是全部怕他 好像我 害怕老鼠 情願拉他 去遠頂尋咎了他 都算是糟糕 不能留下來 很多人 就是要這日珍寶海鮮房 送給日本人 日本人 謝謝 那些殖民地送給韓國人 謝謝 謝謝 賣掉 一艘船,你政府扔錢下來維修它,維修它做南區的Icon,要你多多錢 你幫它維修了它,弄它繼續work,弄好它,撿回它,因為它裡面有很多停台流閣,金雕肉砌 那些是以前的師傅做到的,現在的師傅做不到的 剛才那個四眼仔說,搞這麼多東西,做什麼東西,復甦回一隻,振火海鮮火,搞兩間店吃碗麵 你真的未必這麼容易去,你怎麼能復修得到的 四眼仔說,你怎麼很聰明,他爸爸這麼聰明,他媽媽很開心 神經病,山區的熊貓走到南區的海邊,你怎麼傻了,都不適合馬 神經病,他們都不適合channel,狗不適合馬 簡單說,他有幾個字,狗不適合馬 你怎麼傻,你怎麼傻,都不適合熊貓 熊貓不適合是香港的DNA來的,熊貓是你老母大陸的DNA來的 很簡單,上幾集我都說了,陳志思和我的看法一樣 你熊貓這些廢柴動物,兒子都生不適合 你怎麼傻又無力,要人家傻,你怎麼傻,你怎麼傻,你怎麼傻 你怎麼傻,很傻,別傻了兩隻傻,你怎麼傻,食物鏈低層出來 但是這些不是香港的東西來的 你們現在天天在播,怎麼搞的東西呢 你想想香港,如果只有六隻熊貓,是夠傻,你香港的經濟 你就當英國人留的啦 八九幾年,傻,你怎麼傻,由一個漁港 打造變,不要用打造這兩個字,轉型變了一個轉口港 轉口港之後就把它變成一個生產基地,Made in Hong Kong Made in Hong Kong之後就變成了金融地產的中心,韓運中心 這麼多年的一個變法,就越變越高 你現在,你真的怎樣啊,重本,重本那什麼東西啊,重本紅啊 就這樣做一個icon出來,別人的icon不是夠做的 每一隻icon都有一個character的 你那個滴滴來的那些,Scooby Doo啊 陷家產啊,Donload啊,Daffy Duck那些 他們不是就這樣畫一隻東西的 他要有一個人物設定的 譬如我畫一個超哥出來 樣子就是很猥瑣,突然撒牙長頭髮,臉尖尖 但是有什麼東西要做啊,他最喜歡就是撩人打架 人物好抽被人打倒下,然後就色情色,很猥瑣 你這個人在設定,你會有很多的collectorals啊,不同的媒體啊 去build up 他的character,別人去recognize這個character是等於什麼東西 即是香港我們知道大浪鬼是什麼東西 我們香港稱這個的垃圾蟲是什麼東西 要用很多的時間去develop那個icon出來 然後還要用很多錢去養他 去給life,給腳他 不停去bump他一些什麼資料 令人知道他的character是什麼東西 還要賣到他全世界啊 人家覺得你的東西是代表什麼東西 找一個歐洲的人來,見了這個熊貓 哦,原來這隻是屌尼老鼻黑 好想餵食的熊貓 即是他怎樣喜歡吃東西,介紹香港的 飲飲食食,魚子類類 當然不是這樣去做啊 但是關鍵是,你要做很多的一些努力 不是求人其說這隻公仔,是熊貓啊 以後大家見了這隻熊貓就是代表香港 是不屌尼的,屌尼老鼻 是不屌尼可能的 即是,以前有本漫畫叫做老懵董 為什麼老懵董那個公仔,屌尼合圖的眼 屌尼頭有幾條毛,又肥又有暗狗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真實的董建華都是這樣 他又將了董建華那些暗狗,笨漆,弱智,無憂慾,廢柴 屌尼亂說話,暗狗,笨漆,笨漆 放在icon裡面,一做出來就大家明白了 再簡單一點,再講一個具體 說說麥兜,麥兜由黃巴士那時候奇奇出 大家才知道他是代表什麼 再有麥兜這麼多套電影 跟著麥兜有這麼多的merchandise 然後大家才知道麥兜是代表什麼 麥兜都用了十九幾年去build up character 你現在初期找幾隻熊貓 這六隻熊貓怎樣去分工 六隻熊貓代表什麼呢 你怎樣可以借助他們的ID 然後去做生意呢 你要有多久的路呢 跟著你試了不想得 要是不想得 要是做錯了 然後你們又丟了很多錢去放棄 是不是 南區不是推銷熊貓的 熊貓經濟是幫不想得到香港的 如果熊貓經濟是可以的 四川發了一塊 你去尿里洛堡 最多幫你起機的人 是哪個地方來的 兩個地方 一是湖南 一個就是尿里洛堡四川 這兩個地方出得最多雞 湖南和四川 加上湖北都是 湖北緊隨第三位 或者叮當碼頭的 在北方最多的雞 就是尿里洛堡在東三省 南方最多的雞 就是尿里洛堡在四川湖南和湖北 這三個地方就是專出雞 不要問我為什麼 我作為國際權威人類學家 我知道 OK 如果是可以的 四川的女生就很貴 四川的女生不用去尿里洛堡做雞 去做熊貓也可以 熊貓經濟 尿里洛堡 那些中國人 外國人 去四川 振興他們的經濟 正經都不可以 怎樣 振興大王來香港 香港人 不要裝傻 香港人 是吧 振興就知道 最多雞就是湖南 出口的 湖南出來的 全都沒有雞 總之就是振興 下期做廠 做完廠兩天 美女一些 就被人捉了去做雞 四川也是 OK 湖北僅除其後 OK 真是大冷鑊 真是說真的 對不對 所以 你要想回南區 要想回南區的特色 當然是旦家 水上人 水上的菜式 魚人碼頭 其實這些不是對的 對不對 但是這些不是一時一刻 可以來到的 你那時候也是在想發展南區的 又是有魚人碼頭 又是有海邊風情 又是怎樣 講講一下 又沒有了 現在去搞這個 開會搞熊貓經濟 都瘋狂 浪費公帑 全家產 是吧 阿黎丁說 我魚對雞的研究 就是買 因為很多朋友 都有跟我分享 我聽聽賣賣這麼多 好像蒲松玲 聽聽鬼故多 寫一碗鳥齋哲義出來 是不是 唉 所以 你想一下 一班不學無術的人 又不想知道怎樣 專業的人士又不去請教 是吧 急功近利 以為整整熊貓的經濟就會大王 不要這樣傻 真的說真的 就算你做什麼熊貓高點 又如何 就高點一個 他們不會特地為你吃到熊貓的高點 會用你多花多少錢的 不要太忘了 唉 真是 如果真的說真的 我發誓 熊貓經濟 是可以的 我真是 直播自盡 不是開玩笑 你熊貓能夠在香港 我真是直播自盡 我 摧毀了我 幾十年的學識 摧毀了我 國際權威人類學家 的 這個地位 摧毀了我 做那麼多Marketing 對經濟的研究 摧毀了我十幾年 做網台裏面 從世界各地的政治 新聞裏面的 增進我的知識 冷知識 各方面的東西 簡直是摧毀了我所有所學的東西 如果可以 你會讓我直播自盡 真的說真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是瘋子 那麼膚淺 你要明白到 developed character 那個icon 不是那麼容易的 香港曾經都有 我們有老夫子 我們有這個 蜜蜜 蜜兜 那些是用了很長的時間 去調整 龍虎門 黃小虎 中華英雄 是幾千 九幾奇 只有一個 這個character 成長了出來 是有character 會 develop 不是就這樣 沒畫過公仔 見到公仔 那些人就會喜歡 你看到那些人實在 太狠了 你們低能 你們就 全世界都是低能 你們這些 Hello Kenny 你好 如果這次可以 我切了我老公的蜜蜜 嘩 你這麼大 你切了你老公的蜜蜜 有兩個可能性 因為你老公的蜜蜜 就不是很用的 OK 第二個可能性 你是想試一下其他蜜蜜 所以你就切夠了老公的蜜蜜 你留下老公的蜜蜜蜜 我直播自盡給你看選數 不要搞 唉 真的 說真的 要命 OK 好 我們看看這宗新聞 等等 為什麼又不見了 剛才才有的 好 好 看一看新聞 過去一個半月 錄得27宗 感染侵入聖月營鏈固菌個案 當中兩個人死亡 衛生縫活中心調查之後發現 在上水石湖區街市 一個賣淡水魚的魚檔裡面 採集到的環境樣本 和魚樣本 基因罪列型和部分個案吻合 我們星期六來到這個街市試測 街市裡面五個淡水魚魚 魚檔魚上營業 但是顧客就比其他魚檔少 好 生意有影響嗎 那就一定有 傳出就有影響 我也害怕 我都這樣吃 人就這樣吃 明白 但現在已經驗了 就沒有說有事 我那些沒有 如果沒有那些有事 那些飯煮也有什麼 這段時間全都消毒了 消毒了 不只是這個消毒 全香港的消毒 輕微 影響生涯 熟悉就沒有影響 陳先生又說 當局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向當犯通報 任何有關病毒源頭的資訊 都沒有進一步行動 那來馬魚的市民 又知不知道有關的消息呢 糟糕了 不知道 其實本身都很少吃 都不會多吃 都不要緊 一次半次不是經常吃 少少的當然有 但會不會接下來都不吃 還是都會少吃 都吃少了 會吃少了 因為你都有個戒心在這裡 衛生防護中心提醒市民 在接觸或者處理生的淡水魚的時候 應該戴上手套 市民也都應該避免食用 未徹底煮熟的淡水魚 我呢 就覺得 可能我所說的話 香港的媒體 絕對不敢說 以我這個認知 其實這個新聞 其實星期一 即我上個星期日 你們星期一 就應該知道這件事 跟著就過了幾天 有中秋節 我就停了一天 沒有做Live 那我沒有時間說 那開頭呢 他就在某一些的 超級 那些的街市 即是室內的街市 食環那些的街市 就大幅 這個消毒 清洗 各方面的東西 就懷疑呢 那些檔口 不乾淨 就認到 魚呢 就感染了 那些人 吃中了之後 就有一個 入侵性的鏈球菌 的一個疾病 那現在呢 好似是死了 人的 死了兩個人的 那 有40宗這些 案例 還有人呢 就入了這個 深接治療部 那好了 那現在呢 跟著呢 就不止一檔 就好多檔呢 的 地方裡面的人 都有這些類似的東西 那就懷疑呢 基本上呢 就不是那個 的 街市的 一個問題 那又有人呢 就說 那你又不見 那些魚犯 那些魚犯 都對著著 那魚犯戴著 那些手套 就不能感染了 那 昨天我聽一下商業電台呢 訪問一下 何柏良 那何柏良 講完那些的 情況之下呢 我又覺得很奇怪 他講到呢 這隻鏈球菌 入侵性的鏈球菌 基本上呢 就無處都在 無處不在 處處都在 那樣 那他又講到呢 那些魚犯呢 帶了手襪 有圍菌 有洗手啊 那便感染不想到 通常那些人呢 就應該煮食 那時候呢 就是接觸了這些 這樣的魚 然後跟著呢 就是被他感染了 又或者有這個 傷口啊 各方面的東西 那所以呢 可能他自己 就是抵抗力差 又或者 就是他們 處理這些魚 不適當啦 那就 有這樣的情況 但也都不知道 哪裡來的 因為呢 你的天氣就變暖 那很多容易呢 就是在一些 池塘啊 那些地方 養殖場啊 那些地方呢 就會有這個 細菌滋生了出來 其實一定會有的啦 是不是 就是 到處都有的啦 都不知道 究竟是源頭來 運輸下來 還是怎樣 天氣這麼冷 到處地方都有 可能那個兜兜有 運輸車有 兜來兜去 都是不敢說 你現在的大陸的食材 壟斷了香港的 製造糧食的 供應 我想問你 香港裡面 還有多少 多些淡水魚 是不是 你是 是嗎 老大會不會說 紅衛兵 宋奔奔 美國瓜齊的事 我還沒說啊 這些太多新聞了 這些不是那麼 重量的東西 說多些香港的新聞 會多些 好不好 那有機會再說 現在又說 六合彩造假 那我那個 會 會多些 是不是 老大會不會說 他送賓州 老大會送州 什麼東西都好 老大會死一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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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所為 他死幾個都不是對我那麼緊要 我關心些香港 和世界局勢的東西 會多些 是不是 那好 你現在說到 全世界都有地方 會令到這些魚有感染 但是我就在這裏想了 我拜一個就怎樣 那些老大會的魚犯 那些大陸 會不會大陸的魚堂 那些養殖場 那些魚 那些魚 有幾多的百分比 運下來我們香港 其實我們一定知道 有數的 有這個統營處 是不是 你要知道大陸有幾多魚下來的 九成以上的魚都是大陸下來的 對不對 對 那你散了全世界 那當然 因為 是你運下來的 對不對 沒有講 Simon 一會兒講 剛剛 沒有講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有合理懷疑 你中國輸下來的淡水魚 無論你 屌頭 全家屌 屌鯪魚 大頭魚 脆肉 在大陸公認 那這個源頭 有沒有屌你 舔了東西 那我們可不可以要求 屌你 回到那些養殖場 派去衛生署的人 叫屌你 屌寵物 屌你 找人上去驗 那些抽樣調查 當然上面污不污髒 為什麼你屌你 屌你 我們做人做得這麼崩周 屌你 我們 屌街 屌你 給錢 又要買得貴 拿你的食材 屌你 不可以被別人買 混蛋 是不是 吃了五六七雙有病 喂 那我們吃了這些東西 土安 我們有權知道 是不是你們屌你 屌你那些東西 為什麼沒有人 會屌你那些東西 有一個要求 衛生署 牢草物 派對專才 回到大陸 看回這些 淡水魚 烏頭 大頭魚 脆肉環 線 或者什麼 什麼 是不是 你們那些樣本 是怎樣的 是不是 那你一起來 就說那些檔口污髒 你現在 今時今日的檔口 怎麼會污髒得到 你成還不停 檢查 又給告票 又齊齊又盛盛 個個都怕你怕米歸 是不是 對不對 那為什麼 沒有人會說 每媒體 會屌你那些 Kiwi 根本的源頭 大陸 是不是他們的漁場 因為現在這些 全部都是致養的 你這麼大的供應 是不是致養的問題 你的水源有問題 但是你運輸下來 在香港 大陸運來香港 是不是你的車 或者你的container有問題 你要知道的嘛 你現在盡責任的政府 你屌你什麼 然後你何柏良 在那裡說 其實就是 今時今日 肚肚都屌你那些 有菌的了 是不是 屌你那些 都屌你那些 骯髒那些 感染了都不知哪裏 屌你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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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抵抗力好些 屌你那些專家 我做啦 屌你 我們是 沒有全部 你連大陸裡邊 我們懷疑 他們那些 荷鮮 骯髒那些 有問題 我們連媒體 連做官 連專家 屌你都不敢說一句 你屌你那些 真的是賓州 是不是 你這個是很好想 為什麼你符合商業原質 我幫它們買很多東西 你這東西 原來有菌的 吃死我們的人 原來一句哼一句聲都不能 不能准調查 不能准問 吃雨中招 不能准提出 然後有個專家 在電台裡面 還有陳志雲 陳聰那些 他們這三個人 我真的不信葛智仁 陳志雲這三條的石頭 兩個男人 一個半公那 我不覺得你們的才智 讀了新聞做了電視 媒體這麼久 那些源頭哪裡來的 究竟是不是大陸有污染 問問何柏良 這一句是合理的懷疑 也沒有詆毀你國家 你這麼簡單的事 你都不敢問 不敢問你先問 他們不檢查是一件事 他們做專家 說這些話 我聽完之後 不敢問是吧 你無處都在 處處都在 為甚麼只是魚是淡水魚呢 何柏良 那豬肉也會有 豬肉也會有 豬肉也會有 蔬菜也會有 無處不在 豬豬都在 天氣熱 所以就有這些 很合理的 那豬肉也會有 剛才我們讀過書 你當全香港的人是低能的 你當全香港人是弱智的 你當全香港人是沒有學識的 你當全香港人是 你當全香港人是 全家人 你說甚麼我就甚麼 你給甚麼我就吃甚麼 全家人 無論得問 不論準題 不可以講 那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就死了那些魚犯 因為你們如果查到 在大陸裏面有的 然後要求他們做事 搞正回 衛生署查回樣本 沒有問題 放心食用 大家就繼續去光顧 但是你現在都不知道 那些貨源在哪裡污染 污染了多久 污染了多少 OK 那很簡單 精明的消費者 我就以後都不想買淡水魚吃 是不是 那你 有些魚當是只買淡水魚的 那他折想得 田雞都沒有人吃 全部 湯了大頭魚 魚蜜 劈開魚頭 看著魚蜜 跳一下魚心 大家有沒有看 我小時候很喜歡去街市 撒了一隻魚 嘩 他撒了一隻魚 然後撒了一隻魚 斬開魚頭 跟著撒了一點 然後撒了一隻魚 跟著魚蜜 嘩 那些魚蜜 撒了一隻魚蜜 那些魚蜜 那些魚蜜 超好吃 然後再說 沒有人再說 我想起 薑蔥魚蜜煲 撒了一隻魚蜜 有些少少泥味,有些燒酒披露了它,有很多鍋氣,連薑蔥一起吃,真是不得了 今晚,總理小花敢敢再叫薑蔥如泡煲? 當然不敢敢吃 那你敢吃的時候,那些魚販多得你不敢少? 是嗎?是你做生意的? 拖幾條魚都沒用,不敢入貨,不敢入貨就沒人不買 那你怎麼搞? 你用魚肉,打火鍋,煮魚滑,釀青椒,釀豆腐泡都沒人敢買 你根本都不敢知道食物安全的情況 你何柏娘說你到處都有機會,我聽完就拗了 你何柏娘真是當別人沒讀過書 如果到處都有機會,就是豬肉也有,雞蛋也有,汽水也有 你何柏娘真是傻了 我這個就是盡量在疫情的時候,你當一個原教授 教授之中的教授,中之專家 我們在南韋什特區,香港政府也常常招呼他 何柏娘真是傻了,招呼你少些 我真的不招呼你怎可以 所以,其實Math Tennis也說得對 上面呢,要是長期水浸,因為前一陣子發大水 你發大水,你很多地方水浸,也將那些髒東西沖在魚塘裏面 或者浸死那些貓貓狗狗,老鼠那些東西 嘔嘔到那些微生物,然後水倒灌在魚塘裏面 污染了那些魚是正爐的 但是有很多情況之下,我知道他們為了減少菌 其實在水裏面下了很多抗生素 而殺菌的 但是你這件事,如果真的上面那些魚是污染了 你給上面知道,你亦都在幫著國家 讓國家可以讓他們賣那麼多出來香港 賺我們的外匯 他們經常都說,我們最大的穩餘 穩餘就是要香港的同胞吃得開心,吃得安全,吃得健康 他們能忍得水,要忍得奸精 這個水的威威 要這樣說 有線人士經常見到那些四眼龜 說東江水的源頭要保養好 那你不肯多錢 你要我吃得不肯多 是很肯正路的一件事 對不對 說真的 你說,原來我們不肯吃大陸 福島那些核輻射的魚塞 吃你大陸的淡水魚 原來你死了幾個 糟糕 是不是 日日羊焗腸都沒人吃 你怎麼沒有焗魚腸吃 是不是 我也知道你多喜歡吃魚腸 金熊的嘛 總理不肯准叫焗魚腸 他真的怕大家全部種了什麼 入侵性鏈球菌 是不是 一個不小心焗得不肯熟 那種魚卵 還生生的 是不是 那你根本要令香港人要 糟糕你老母信服 要香港人 糟糕你老母吃得安全 你們要有責任 你們專家要講真話 你現在這個專家 糟糕你老母 全全部都是幫政權 塗脂抹粉 幫政權擾亂視線 叫人家打針 叫人家 糟糕你老母不用擔心那些魚肉 但是你沒有講到問題的根源出來 我不是說大陸的東西是一等 還是它的源頭是它 那些菌一定是它帶下來的 但是 我作為一個 你裡面有常識的人 OK 香港的大部分的食材 大陸混下來 而你們聽完你的媒體 你有沒有ViuTV 你有沒有開電視 這個Now TV 無線新聞 沒有人提過 你就是香港01 都沒有人提過 這些淡水魚的這個源頭 大陸那邊的供應 是不是出現了問題 一句都沒有講過 你衛生署也都沒有 你拍胸口 回去要檢查這些樣本 是不是在大陸那邊 已經是 你有這個菌 沒有人講過 而是你這個混蛋 你老母 何柏娘 你就幫他 在了轉的視線 完全隻字不提 源頭被感染的這個可行性 你老母 你膠碎 養這些漆頭 是不是 唉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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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漆線 是不是 今天加重魚腸 吃完精神吃日力 Marco 你想清楚 真是你自己 想清楚 是不是 好了 我們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大家看看 在巴士椅背寫光時等字句 承認多項煽動罪 判囚10個月 29歲的男人鍾文傑 承認在今年3月至4月 多次乘巴士期間 在椅背上寫上光時口號 以及民族自強等字句 滅風求情時說被告沒有案底 他的犯案企圖是希望證明香港有言論自由 又說本案的滲透性不強 沒有證據顯示有人受煽動 總裁判官蘇維德表示 被告明知違法 仍然一而在 在巴士椅背上寫上相關字句 而且他有意識要棄置涉案的傷頭筆 反映他不是一時衝動犯案 判著他監禁10個月 手中案件 男人承認穿着光時上衣 在港鐵站外遊蕩 作出具煽動意圖作為 判監14個月 27歲被告朱啟邦被指在6月12日 穿著光時上衣 和戴著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英文宿舍的黃色口罩 在石門港鐵站外遊蕩 早前已承認23條下 作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意圖作為罪 總裁判官蘇維德說 朱啟邦早前已因為在機場 穿著光時上衣判囚3個月 今次再犯是不知悔改 量刑起點是18個月 加刑3個月 考慮他認罪 將刑期下調至14個月 什麼東西光時呢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你們這些屌里落尾系新聞報道員 你有免死金牌 你是可以說的 你可以說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大家一直跟我說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說了又怎樣 你大陸真的會倒閉嗎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時代革命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Fight for freedom Fight for freedom 你做過 說你給你 蘇維德 你這個混蛋 你把你拿在特權 拿在中國 你把你監等的心 換掉給你混蛋 你把你撿回回生命 你這個人不會感恩 你這個老母不忍不住 就是吵你老母在全世做雞 吵你老母在全村都接過了 吵你老母留給他運給你 因為積了一些殷德 等你的老母可以有個心理緩 不想死得,延續你的生命 但你延續你的生命 吵你老母,你不會做福人群 吵你老母為人類福祉做事 要讀了這麼多書 等你媽媽前世做雞做得這麼辛苦 含身如虎,吵你老母養得大 你這個傻子 是不是 吵你老母,你不珍惜 這個再生的機會 然後跟著人家寫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那你就吵你老母在罰人家 坐十個月 穿件衣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可能後面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吵,不知道他有沒有寫完 這樣吵你老母又要蹲十四個月 說真的 就算 我們在溫哥華 或是在滿地河 吵你老母,茄北市 灰北黑,死亡住 吵你老母,茄北 我真的想不想 杜都會捉他,吵你老母坐牢 吵你老母 你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時代 就說 寫就寫 吵呀 吵你老母 這樣坐十個月 我找個網友 即是說真的 走去搭巴士 拿支雙頭筆 畫條大賓州 又畫阿超哥的卡通樣 吵你老母是 大家需要阿超哥之大肉棒 是吧 打69021491 是吧 吵你老母是 有沒有令人感到這個不安 當然有 超哥吵你老母有這條大肉棒 是吧 我又很想請問 跟著你吵你老母即時召個警察 我寫了一條超哥大肉棒在這裏 說69021491煽動人家 吵你老母 煽惑人家 吵你老母是和阿超哥發生性行為 阿Sir告我 阿翁為德一定要叫阿翁為德 吵你老母在他審我 你坐多少 吵你老母 是吧 你最多是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罰錢 再不想是吵你老母守行為 再不想是 吵你老母警告 是同樣東西來 為何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吵你老母 你們現在都現在 香港沒有一條法例 是寫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是犯法的 你們這群人 是未在立法會 要講到 吵你老母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五大訴求 他一包是禁語來的 你們是未的 現在你說 吵你老母 誰說 就吵你老母 你根本是沒有法律的 依據的 穿件衣服 你講真的 這些傻子 不要介意這位手足 我叫你傻子 就是他不按鈕 吵你老母 都不會這樣做 明知是被人拘捕 是吧 他都會這樣做 吵你老母 那他還不是按鈕 吵你老母 對不對 在吵你地鐵站 穿著衣服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吵你老母 那你就捉夠人家 判人家十四個月 你們是不是真的吵你老母 我們的監仓太多閒米有閒飯 有閒米養閒人 讓人家吃閒飯 不肯花錢嗎 吵你老母 你雍惠德 蘇惠德 吵你老母 經常說了雍惠德 但危聲的老婆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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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撿一條命 你吵你老母 你不肯做一些正經一點的事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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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荒謬絕倫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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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光時 你們那些新聞從業員 沒有膽到匪女到一個點 就這樣光時 光時 我看不到有什麼問題 是要被人吵你老母 要拉進去 是不是 光時是什麼 吵你老母 天光之時又可以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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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月光出來的時候又可以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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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時兩個字都吵你老母 你不肯是 所以多夠餘 你們被人制裁 所謂得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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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輩子都是生氣 在香港裏面 做一個狗官 你自己選擇的 被人制裁出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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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選擇的 吵你老母 是同一間學校讀出來的 你這個混蛋 選擇去侍奉魔鬼 吵你老母 我應該在 威聖士多的時候 見你這個混蛋 吵你老母 一早 吵你老母 抓你去混蛋 抓你去名外中心 耕生打死你 這個混蛋 吵你老母 讓你不肯為何人間 那時候應該是 吵你老母 先打死你老母 因為我和我同班 然後再吵你老母 打死你 吵你老母 人類街坊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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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吵人家坐 吵你老母 坐年紀 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你這樣吵人家坐牢 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你以前吵你老母 你跟人家的心 你有沒有吵人家 吵你老母 你有沒有良心 你進去死的心 你很嚴重 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你垃圾見了很多 吵你老母 誰勝出你 蠟垃圾敗類 吵你老母 你姓蘇女的兄弟 都是垃圾來的 吵你老母 真的 吵你老母 真的 吵你老母 又竟然有這些 垃圾的人渣出來 你這樣吵人 為何要這樣做呢? 因為他用一個警嚇性的作用 捉兩條小狗狗進去蹲,然後大家以後都不用去 不用去做這件事,那你就幫共產黨威嚇香港人 人家給人家一個強姦犯,奸行死他媽的兇手 給人家的狗心,幫人家做違背良心的事 你屌你老母,你有報應,你屌你老母,你屌你老母,你屌你老母 你屌你老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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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屌你老母 趕緊林卓廷 元朗721事件,時任立法會議員林卓廷等7人被控暴動 雄方結案陳詞說,林卓廷是暴動起因之一,有主導角色 辯方就反駁,當晚各被告的行為可能出於智慧 構成合理和合法辯解 郭廷貞報道 林卓廷由籌車押送到庭 第50日審訊,雙方開始結案陳詞 雙方批評所有被告的辯解不合理不可信 其中林卓廷案發的時候,身為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 所屬的選區不包括元朗,也沒有關注元朗事務 認為他當晚到場不是履行公職,甚至是濫用職權已達到私人目的 例如在Facebook直播拆流量,博取公眾認同 林卓廷當時無勸喻聚集在付費區內的人散去 甚至與習內的人以兄弟相稱,參與指罵抹黑白衣人為黑社會 是有意偏幫黑衣人,引起他們仇視、對抗、火上加油 種種行為顯示林卓廷壯大聲勢,甚至指揮大局 屬主導角色,參與程度極高 認為元朗站的暴動其中一個起因是林卓廷發動和參與 林卓廷一方不認同,說到場之前已經有人受襲 之後白衣人持有藤條狀的物件,浩浩蕩蕩地抵達元朗站聚集 令事件突然升溫,而閘外的人大部分都沒有保護裝備 法庭需要考慮被告會不會有合理的原因 例如自衛、防止破壞社會安寧等等 法官陳廣辭說,有一段時間雙方有默契維持一段距離,不是埋身肉搏 辯方說,這只是白衣人等法號司令的人到場,集齊人馬一起行動 不越過亦不代表危險不存在 陳廣辭有質疑,當晚有人施施言敢出閘離開,不是辯方所說的前無去路 辯方說,這些人只是少數,可能他們都是冒險出去 辯方強調林卓廷在案發時沒有使用,亦沒有鼓勵其他人使用武力 而集內的人即使行動擴大,都不一定是超出合理範圍 而是要視乎事件演變成怎樣 由線新聞,郭廷正不答 你真是,可以呢,控方可以說這些人的樣子 而那個法官呢,不會屌尾巴秉公地去秉實他 如果我是法官,屌尾巴秉公地去秉實他 如果我是法官,屌尾巴秉公地去秉實他 我叫他shut the fuck up 你們這些人,簡直是反過來說 白衣人,保家衛國,保護家園,他有合理的理由 屌尾巴秉公地去秉實他 你講不通 你跟著折扣高老廷,說他是屌尾巴秉公地去煽動 真真正正煽動的,我就會想問 當日,你們會不會有當日的屌尾巴秉公地去報警的屌尾巴秉公地去報警 叫了多久,為何沒有警察進去 最大的恥作勇者就是警察 根本就是當日所有元朗警察 屌尾巴秉公地要關燈 拉閘,不做事,不聽電話 上面的命令就是這樣 你有些白衣人去做事 你中原辦發動 屌尾巴秉公地要給我大把證據 當時很多太子 收錢,一千元一個人頭出來打人 師傅告訴我 他不肆跟這些混蛋一起 屌尾巴秉公地 當時是有太子收錢出來打人 這個也是之前還有一個混蛋 如果林卓廷 他有合理的理由 他作為一個官職人員 OK 社會上的區議員和垃圾局議員 他下去看,去了解公民的責任 希望憑他的影響力 他希望call off些人冷靜 是很合情合理 真真正正發動的 就是之前 屌尾巴在皇后像趕場 屌尾巴叫人去買水喉湯 買膠棍 或者用藤條去打兒子 那個林家產叫石鏡泉 那個樣子 有了片 有了東西在裏 有了圖片 屌尾巴 你控方為何不會叫警察去執法捉人 OK 那個就真是煽動了 他下了命令 叫人在元朗裏面打人 OK 當日 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 有記者做直播 大家看不容易媒體 因為當時 是發生社會運動 如火如茶的這個時間 如火如荼的時間 大家都很留意 直播一出 大家都有push 大家一看蘋果 屌尾巴在頭條 在做這個直播的時候 哇 有沒有搞錯 大膽一點的 又或者對公共 社會有影響力的 都要進去 我們自己走著的柳爺 都是進去屌尾巴在附近 希望幫到些人 為什麼會這樣做 因為你做官的人不會有 你做警察的人不會有 屌尾巴叫良知 屌尾巴是不會有 有同理心 OK 我這個混蛋吃鏡 全都在加拿大 我看到我一定會動他 說完 屌尾巴在裡面 我都打直 屌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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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打人 掉頭走 那些就是屌尾巴最灰和首 有沒有人去屌尾巴 你有沒有理解過 屌尾巴 屌尾巴 我覺得因為思法制度 三權合一 為理解 raj 基本上都是法定的 屌尾巴 那些INS 我也有沒有罵 市法制度, 잠깐 令人認為 就怎麼判 阿列大夫元朗的報頭拍了你 何君堯拿牌 全部出來希特拉 那些你不能抓 有證有據 拿了牌和鄉黑 拍了你 李偉文指揮官 你不要忍應我 我不會害怕 和白衣人立了肩 根本這件事中聯辦在背後發功 黑社會 你老母收了水 發動一個無差別 在元朗裏面 我告訴你是示威者 你老母是抗爭者 街坊 乘客 路角 誰人都打 這是無差別的恐怖特襲 這就是真真正正的你老母的定性 議員去了解什麼情況 是很天公地道 他是一個 有民選出來的區議員和垃圾局議員 他了解一下這個情況 或者運用他的影響力 可不可以制止這件事繼續做惡化 是合情合理 最不合情合理的 就是何君堯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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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因為香港警局都會有些警察很生氣 但你阿sir叫下來 那你怎樣 是吧 PK等肯定有 屌你老母 是吧 然後你現在這樣去勾怒 屌你什麼阿高老廷 你喜歡判就判就判 OK 我都不浪費時間 你喜歡怎樣判就判就判中生 屌你老母 是吧 你屌你死刑一份賊 你屌你什麼 我根本就是屌你什麼無理驅壓 屌你什麼欲家知罪何患無恥 老妻 砌山豬肉 OK 你屌我 是吧 屌你老母 你屌我 是冤獄 我是戰犯 是吧 打輸了場仗 被你激壓到 你判我想電頭台 屌你老母 電營啊 死刑什麼 你便判了 我有什麼人可以說 輸了 是吧 屌你老母 是 說真的 民主黨出來的和理非 你 expect 屌你老母 你怎麼會想到 屌你老母的朋友 是吧 那些屌你老母的黨羽 是吧 他怎麼用武啊 屌你老母 穿黑衣指揮藥 還是屌你老母 屌人去打人 這個都不是一直出來 他們民主黨的劇本 你屌你老母 你現在屌你 屌人 是吧 你說都沒有人相信 你好像 突然之間 我們是完全不認識這個林卓廷 OK 林卓廷一向就是笨賊和按鈎 和理非 傻子 是不是 你有些多厲害 不要介意 給我的感覺 是這樣的 你說那些是 耍你老母的 和理非 民主黨的 我也是這樣浪狗的 是吧 你說那個是耍你老母的 耍你老母的 或者你耍你老母會去打 是吧 你也不敢是 和平理性 非暴力 非粗口 耍你老母的輕姐 一直教他們 都是這樣 耍你老母 現在你屈膠他變成勇武派 屌你老母 穿了一身 勁裝黑衣 指揮黑衣人 去打賊人 你屌你老母 你信不信 屌你老母 老母 說清楚 不要弄錯 我可能會再發帖給大家聽 今天我通訊站會再說多次 星期一 早上 就是Morning Glory 星期三 晚上和你Live OK 星期五的早上 和你Morning Glory OK 屌你老母 唉屌你老母 阿O 臨出來都是直播 有叫人進來打我 混蛋 我叫你屌你老母 那些網友 屌你 你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你不肯打我 是屌你老母 到底我屌你老母 可能會每個人都亂打 我屌你老母 你屌你老母 便是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你們都是屌你老母 有些這樣的情況 對嗎 屌你老母 唉 浮小眼 你屌你老母 沒有的 你繼續這樣 屌你老母 穿衣服 十四個月 屌你屌你老母 原告變地告,簡直就是屌尼老婆的狗品芝麻官那些屌尼老婆的屌尿橋段出來 是不是?屌尼老婆,所有人都知道做些什麼 當然你被香港人,你香港政府被人制裁 你所有屌尼老婆的國際地位都沒有救了 不要問為什麼,你不要再說人家為什麼要干預你內政 不要再屌尼老婆批評人家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們加拿大要求要將香港駐加拿大的經貿辦撤銷他的特權 你不要問為什麼,英國撤銷了,你不要問為什麼 美國不要問為什麼,打理關稅,你不要問為什麼 叫所有基金佬不能准待投資在香港上市的科技基金 不要問為什麼,不要問,然後有些官被人制裁 叫所有基金佬被人制裁多幾次,不要問,OK 因為你們deserve 因為你們屌尼老婆,你們屈人,屌尼老婆濫用司法制度 三權合一去屈死一些政敵 冤獄,是吧,不要問為什麼 至於我們在海外裡面的一色尚存 你這些東西,我們就會譯成屌尼老婆是十幾種語言 讓所有的發達國家,我説是發達國家 什麼像緬甸,屌尼老婆,立即屌尼老婆,不肆去屌尼老婆 不洩去屌尼老婆和他們溝通 為什麼呢,我們要確保 香港絕圓這發達國家,讓你屌尼老婆 讓你屌尼老婆擂,你這麼個人 你屌尼老婆,你就會叫全天堂 約階堡務委,埃塞俠比亞,小阿細阿 你就繼續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你沒有資格,在西方世界裡佔一直為同一個人做Friend 因為啊,你骯髒了,你們這群人沒有心肝,人家恥遇你們為伍啊 你老母,真是離譜了 你看到這些新聞,你不能扔彈這個電視機 你還要逼人家去接受你們是柯正不公 你老母,下秉公辦理,依法,你老母,處理 你都瘋了這樣,擺得到明就是冤獄啦 你老母,沒有人去捋啊,被人制裁的時候 你怎麼搞啊,你老母,這個林卓廷啊 人家好像就這樣去搞搞回你啊,不要說人家屈你啊,不要說人家抹黑你啊 因為香港政府在做類似的事啊 等等 找找找家屬哥先啊 等等啊 哎呀, 糟糕, 忘了放加息的片上去, 丟到尾, 这么狠狠狗的, 丟到尾, 等多一会儿, 现在几点啊, 10点26分啊, 那算了 找多一个新闻, 然后将11点开会, 以色列和黎巴嫩那个, 丟到尾, 丟到尾, 全夫基, 炸死人的新闻, 我已经录下了, 明天就会放在这个恶鱼潭上, 大家放心啊, 好, 讲到两单新闻 应对学童自杀的三层应急机制年底就结束, 辅导教师协会认为有必要维持, 由华数字反映第二层求助个案较第三层小, 不代表学校濫转界, 强调学校必须十分谨慎去处理学生情绪问题, 乐院行报道 开学半个月, 已经有三名学生自杀, 三层应急机制年底就结束, 行政长官李家超认为有必要维持, 但有改善空间 辅导教师协会主席何玉芬说, 得二层求助给最紧急的第三层小, 不代表学校濫转界 我们做很多辅导的功夫, 跟他谈谈, 跟进, 中间可能有反反复复的缺货来来往往, 其实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医务人员, 就是说, 什么才叫做医生门界定的最严重呢? 如果我们从一个人生命的角度去看, 从他整个人的状况的需要 不同程度的情绪的状况, 都可能最后是给我们一个不想见到的结果 不代表我们这样是会揽法或揽造转界, 而是我们都是从那个学生的人生安全 和他整体的持续健康着手 现时的三层应急机制分成学校辅导, 转界社署, 和转界医管局三个阶梯 何玉芬认为第二层机制下, 由地区医疗单位先疏离 再看看需不需要转界至第三层, 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在未去第三层的转界, 或者家长不接受第三层的转界之前 其实我们会先找这些地医疗团队去和我们都见一见同学 即是说都去起码看一次, 有些服务其实很好 他愿意去看一次, 你想想一下, 他又未排到期, 有排也未排到 但是家庭的经济状况其实不是这么风雨 可以让他们出去看四次医疗, 有些地医疗单位 可以让我们做一个缓冲, 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安全网 他不建议用热线方式, 相信由学校做转界会比较妥当 有线新闻, 刘苑咸报导 John Chan说得很正确, 陈博、林卓廷直播是方便市民监察自己 说真的, 你做得直播的, 说真的, Facebook那里有多少钱给你了 他自己已经出名了的人, 需不需要你再拆洗版 要人去关注他呢, 因为这个已经不能成立的 如果说得对, 可能要市民去监察他, 让他做的事 或者也方便大家知了他自己个人的安全 即是真的直播有些什么东瓜豆腐的时候 这些全部都是程堂证供 但是这个政府不是这样去看的, 是吧? 接着呢, 现在这一单的, 我先讲讲那些节目安排 这个香港奇案, 如无以外, 星期一出街 这个weekend里面有什么要做呢? 星期日有国乐与谈 星期日呢, 是会有一个 第三台的节目 第三台的节目呢, 就是一个新的系列 就是世界上未征破的原案 世上上未征破的原案 或者来不中就做这个的年环首期啊, 如讯霜 第三台的节目的品钟就会更丰富 OK? 那周六呢, 我就希望呢, 可以吹出到呢 这个大院有乐的英年祖势的复星 起码都要出了一集给大家的, OK? 那希望大家呢, 就会捧场 所以呢, Weekend里面一直有节目啦 那今晚呢, 拿一鹿街之总理出巡呢 大家记得, 就会是九点, 八点半打猴 就有机会在这个一台的直播会迟些 因为今晚公司的朋友呢, 就全部要吃饭 那在这个金豪, 那大家如果可以有时间呢 可以下去撞一下这个总理, OK? 和韦哥, 阿乔啊, 他们, OK?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吃完饭之后呢 那他们就会做这个深水埗鹿街的直播了, OK? 好了, 那说这一宗新闻呢, 当然是一个很upsetting Hartbroken的一个新闻啦 九月都没过, 就已经有三个小朋友 年轻人就轻生了 那他有很多不同的问题的, 可能是生活上的不如意啊 或者是学猎的压力啊, 情绪的问题啊 那其中一位呢, 就是长期受到这个家暴的 那我看了一些文章, 就是说呢, 这位年轻人呢 那他很希望呢, 就买一架Skyline的 将来大概就有一个愿望, 就只有一架Skyline 那但是很可惜, 这个愿望呢, 就是成... 就是不可以梦想成真了 那而他长期被爸爸慢慢打 那我真的有时候真的想, 啊 就是现在的小朋友有这么多的一些问题 当然, 你这个教育政策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啦 是不是? 家里面, 那些家人 可能就真的不懂得做人父母的哦 或者是你老婆只是管啊, 佛啊 不给他什么, 不想给他什么 那但是其实就剥削了很多很多的小朋友 跟他沟通的一个机会 因为你什么都不想, 我免得跟你说 那大家的沟通啊, 或者大家走很少, 走得越来越远 那也都有一些的, 你不明白那些年轻人的一些问题 没有办法真心地跟他去沟通, 聊天 那就是可能很多人真的不懂得教孩子的 那还有也都是很大的问题就是 生活的基层的家庭 全一部都是要, 是不是? 就是要, 形形逆逆 可能是就是, 譬如駕駛的士 那儿子上学, 你就屌你老婆刚刚下班 那儿子屌你老婆放了学出来 你刚刚睡醒了, 就屌你老婆下班吃点东西 你就跟着又要开工 一世人都没能见过那儿子 OK? 又或者那儿子刚刚在大陆下来 你又不知怎样跟他沟通 屌你上次见过小朋友 是不是? 如果你下来以后 你现在变成了少年 你又可以有些荷尔蒙的改变 你不知怎样搞 压力上, 来自这儿子的学书本 他又搞不成功, 你又不懂得教他 你就是说他的分点怎么这么低 你又不敢跟他解决问题 好多all round的问题 OK? 校园里面 又有很多的冲突 吵你老婆的bully 是吧? 老师有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教那些小朋友 他都忙得了 又要写report 又要吵你老婆受教育局的监察 又要怕你吵你老婆说句真话 又被人家读灰 每一样东西都吵你老婆搞得了 那你就可以去想 是政策很多的问题 也是社会上的潜伏的问题 人口结构的问题 资源分配的问题 你不敢正正经经的想清楚 就算你有什么东西的三级制 坦白说 你现在还要折扣一些老师 不敢弹一些东西 你不要弹钟给一些社工 喂 他懂得 吵你老婆 情绪辅导的小朋友 吵你老婆 有情绪问题吗 当然是找社工去帮忙 对不对 有什么东西的问题 对不对 你现在香港死了三个 陆续有来 一年里面 八九几个人跳了下来 年轻人 你做过什么东西 你只是叫人家游暖边自由 自家平国家安全 熊猫 城市经济 什么东西都没有 所以 我看这些新闻 我都一定会重复那三封屁 的了 你老婆 但是个个个关键是很心伤 因为香港有杀子 你老婆的民族 变成了跟中国人一样 不论体能年轻人 不论去提携他们 不论去开解他们 不论给他们 不论给他们 管他们 约束他们 限制他们 罚他们 不论去 穿衣服 给亚松的税 那就 十个月 十四个月 陶瓦 又 你老婆 十个月 你老婆 你老婆 什么东西 在香港里面 有些talent 政府又没有 subsidize 只是要别人读书 然后跟着 我还记得以前中三 平和市 不能够的 可以出去做洗头仔 去做点心师傅 去做蓝领 去整车 好多出路 喜欢读书的时候 夜学 甚至无论去职业先修 你现在 每个人都逼你去到中六 中六之后 在大学 九十几间大学 每一间都废的 入了大学之后 就不论去做什么 有些入不论到的 找到的 就做副学士 到最后 个个都白领 个个都找不到 根本看不到自己的前路 是怎样 硬硬要读书 他十九多年 在他不想中意的 在那些地方 去学一些不想 用的东西 没有其他出路 全部都要靠学力 要读书 那你就错了 是吧 你给多些出路 年轻人 给多些freedom 年轻人 你又怕 那些freedom 一多了 教授了他们去想 他们就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比黄之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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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这些韩文思潮 是吧 那你又要令到他们蠢 又要压榨他们 又要逼迫他们 又要限制他们 怎样不敢死 是吧 死不肯是你的儿子 其实我今天想说 那个刺激流氏 或者我留下英雷NOTI 是吧 如果大家未看上集的英雷NOTI 我建议大家也看回 在这里我们也有 讲过 关于减息的问题 而减息 在香港里面 能不能买房子 我觉得大家也一定要看 这一集的英雷NOTI 看我们的point of view 那同时之间 很多 是吧 即是你们香港被制裁的官 你们就 每个人拿着这么多cash 你们要 大家觉得香港人 要不要入市的 麻烦你们 带头 由你李家超 邓炳强 邓炳强 一个蜜月都没有的 你老闆 是吧 陈国基 你们大家抬钱 去买房子 叫林郑月娥 不要回大陆买房子 叫蜜美娟 不要去珠海买房子 在香港买房子 买给我们看 要写你们的名字 那你们带头买房子 那香港人就 你老闆跟你们入市 是吧 你们都不想得好 你们都把子女都走 你老闆 你叫我香港人 你老闆做二十年 去买你 你老闆 你老闆 是吧 香港的教师 说真的 你都不要指望他们这么多 有心那些都疑了 一文 剩下来的 是吧 身高良准 但是也想教书 也教不太好 是吧 政府那么多 教工那么多麻烦 你要遵守 他哪有那么多时间 逐个小孩和你们 老闆跟他们聊天 一定要靠社区 社工去帮忙 现在你把一些有问题的个案 丢给社区 社工 你就说咬他们 你不肯负责任 这样 是吧 唉 真是浪贵 总之大家互相射博 互相推射责任 是吧 最重要的 fundamental的问题 就是你教育政策出现了问题 你社会有很多问题 你人口结构出现了问题 社会不可能是有一个贫富 完全是资源错配的问题 不是这样的 你老闆 是吧 阿伟哥 有什么 你只是看国家 学校参加不到足球比赛 那件事 就知道现在学校有多少 好 最后一宗新闻 当然要讲一下 深圳击死日本人事件 好 等等 你老闆去哪了 有 途中遇集的十岁日本籍男徒 福布仲都双重不占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要求中方尽快交代案件长成 在北京外交部办 今次是个别事件 相信不会影响中日合作 由最大湾区记者杨佩思 在深圳报道 男童就读的深圳日本人学校 继续停课 有人带同鲜花 悼念遇襲身亡的男童 对这种行为感到很气恨和愤怒 更多的需要是理智 不是用这种以暴力的方式来伤害小朋友 任何国家的小朋友都应该受到保护 如果是无差别 那肯定是会让人很担心的 肯定是要看好了 看到就是有一些 就是事情不太一样的人 要避开 事发在星期三早早 姓沈的十岁小学男童 暴行上学期间 被人持刀襲击 她腹部被刺傷 接受手术 然至星期四凌晨证实不折 日本传媒引述目击者说 男童中都之后 陪她上学的妈妈用中文求救 问个儿子做错了些什么 44岁姓中男疑犯已经被拘留 暂时未知她的行空动机 深圳日本人学校在2008年成立 根据学校网站资料 設有小学部和初中部 目前有270多个学生 大部分教师来自日本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事件自哀 并要求中方尽快交代案件詳情 在北京外交部说 今次是个别事件 相信不会影响中日合作 中方对发生这样的不幸事情 表示遗憾和痛心 中国政府绝不容许任何违法暴力行为 将依法调查案件 陈处犯罪控制 我们相信个别的案件 不会影响中日两国的交往和合作 案交部表示 男童的父母分别是日本和中国公民 中日正是就案件保持沟通 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 有关部门将会依法处理 NOW TV駐大湾区记者 楊佩思在深圳报道 我已经不想再说 命准率有多高 大家记不记得 我说一定会继续发生 在香港人日嘉书说过 跟着在 老奥摩尼哥里也有说过 必定会在中国境内 再有这些外国人被襲击事件 亦都批准了 搞出人命 这次真是搞出人命 而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有几个问题 可以和大家多个角度去分析 首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狼人去襲击 这些日本人呢 其实和这个民主党 不停去煽惑 那些人憎恨 Donald Trump是一狼羊 那终之Donald Trump就不停 被人拿子弹去招呼 那这个也解释了 当你在那里 Demonize 了 抹黑一个政治的政敌的人的时候 那有些黄狗的人呢 即是 信以为真 和没有私下去分析 和觉得 搞正了 特朗普 就在天下太平 不停有人去尝试 去刺杀特朗普 尤其是特朗普 吵你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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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咬你的日本飛機,咬你的零式飛機,你會扔石頭去打爆它 你用子彈去射爆的坦克車 這些東西,拿刀斬日本人的頭 你天天在咬你的,把日本人變成妖魔 那你那些人就會憎恨他,這次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咬你的老母,怎樣在南方,溫暖的南方都出現這個事件 我自己覺得是很奇怪 因為通常是沈陽,遼寧,東北的傻人 那些咬你的四肢發達,舒適堡會員 那些那些傻人應該會做多些 但是溫暖的南方,我們有香港的咬你的資料 跟外國就比較咬你的接軌一些 多些外國人,溫暖的南方就不會做這些 咬你的那些人在深圳裏面做這些傻人 這件事,當然他一定會說是個別的事件 甚至你不要讓我批准 這個傻人,待會他就會屈膠他,是精神病 因為精神有問題 而是隨機在街上殺人的個別事件 你不要說我批准一定中 他肯批准你老母是說 用這個 excuse 去開脫 OK? 這件事他一定會調查的 因為昂溝文紅就開到聲批准了 而你批准出人命,你是批准不了的 同時之間呢,我相信中國就會有一些適當的寬鬆的事情 令到日本仔,可能就叫你見錢開眼 就可能會叫你停止福島那些 叫你處理輻射水的海產可以入到境 叫你呼應他這個所求 對吧?叫你這條人命 叫你幹什麼呢? 就這麼擔心了 拿錢解決了他 日本仔也是活該的 因為日本仔呢 就見了中國的市場 經常就怕沒有錢賺 他們一直對中國在過去 第一有原罪的感覺 就是打過你這個中國 第二 亦都是叫你老母是 見錢開眼 還有日本仔也都很賓州 因為我熟悉的一些日本人 其實他們都很怕政治 最好就是叫你沒有involved那麼多東西 最好我們的手上不要像安倍那樣 廖士鬥飛 是吧 叫你老母是不要亂發動戰爭 他們亦都是很害怕打仗 因為吃過兩顆原子彈 就很害怕 心痛惡絕 這個叫你老母的軍國主義 那所以呢 他們叫你老母是不想得罪中國 亦都不敢得罪中國 亦都很怕得罪中國 OK 所以對中國呢 就樣樣東西都讓三分 讓一下讓一下 靖國神社 打劫啊 炒賣啊 做一些虧事啊 下三腩的事情 搞到天路人穴 OK 那這個就是長期日本仔 容忍中國人的惡行 不能對他做一些虧事 什麼手撕日本仔啊 抹黑你日本形象啊 小日本啊 打日本商鋪啊 無謂離頭搞的 國產的日本車 打爛他 他這樣按鈕的事情 提出這個嚴正交絕 或者制裁 就是怕得罪中國 沒有人做生意 那這個就是 雞生蛋 和打生雞的一個問題 是眾善因得善果 眾惡因得業果 的一個情況來的 你這樣縱容他 越來越多 今次就suffer到 終於有一個 那這個小孩子姓沈的 他是一個中國人 和一個日本人 生的一個混血兒 但是他是日本籍 那不知是不是 那個姓沈的 是台灣人 還是怎樣 是不是 那我真的不理解了 那要等 further information 就算我剛才見到 那些人群啊 去到學校裡面 善花啊 或者哭哭哭 喂 我真的告訴你 我黑心一點 我仆街一點 吊你了 你隨時 這些都是黨的安排來的 搞得到你吊你了 對這個的中國 吊你了 他對你示好 不是那些民兵州 那樣子的 去麻醉你了 我真的想不想信 你有中國人去自發性 我想想想 其實中國十幾億人 照計都應該有好人吧 但是我想深一層 這些東西 為何即時會有新聞 去說出來 有市民自發性 去這個 的地方裡面 送花 這些不像是中國人做開的東西 是不是 什麼 向前人說 中國表明將會進口日本水產 吊你了 日本人 進口水產 還是進口水產 因為你的水產是沒有問題 你的小孩子被人打死了 是另一件事 要據你力爭 如果因為中國 放寬了 吊你了 給你入水產 而你不能去追究 這個日本小朋友 被人間山刺死 你就對這個日本媽媽 不公不義 叫 Jordan OK 吊你了 是吧 你現在想想 你欠花幾分鐘 你牽涉民族情緒 吊你了 你為何政府會比一件事呢 是吧 你吊你了 你是不是示威 你就是對小日本 你就是視以弱勢 那那些東北的人發瘋 你吊你了 哇殺得好殺得妙 然後你欠花認錯對不起 喂 你這樣 吊你了 你侮辱了外國之事 殺少日本 是吧 九一八 一九三一年 就跟著發動了這個 吊你了 八年抗戰 OK 吊你了 你這次這麼多年之後 九一八 刺死了日本人 當時不見了日本兵 都打得很厲害 吊你了 你死掉了日本人 我覺得是安苟文雄 你反正都沒得混 Motorola 是不是 你應該 就是要據理亦真 要中國作出這個 吊你了美 的道歉 中國 guarantee 不准再有一個問題 你吊你了美 中國還在口顏無恥 說要繼續跟這個 日本合作 吊你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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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吊你了習 我 son 第一時間 不會 工會幫你保持 勵 但麻煩你們把你 小朋友 老婆 媽媽 吊你来了美 麻煩你們把他第一時間運捕回去日本 已經在切橋 說真的 而你在中國裏面不停再發生這些 我個人被襲擊事件 我可以告訴你 是繼續會發生 原因有兩個 第一因為你洗腦洗腦都很透徹 那些人真是瘋狂了 正如特朗普我們會批評 繼續會有人去行刺他 第二 就是你中國裏面 你習近平泰林多仇口 你習近平欺凌 你習近平頭痕 那些敵對黨禮就很開心 而這些人渣 因為中共是同一個 發西斯的政權 瘋狂獨裁政權沒有人性的 他們是不夠理 人命這件事 他一定會繼續在中國境內 發起一些突襲外國人 傷害外國人的事件 中國人是賓州短的 如果不是抓一些北歐女 強姦在印度那些 中國是沒有發生過 中國人強姦西方女性 做不到的 第一不夠人家打 人家反抗 人家不夠人家砌 第二 你的賓州太短 人家的陰巡太大 你在外圍撩撩下 那個鬼妹還在看著你 Are you in 你就已經是射了 你現在被鬼妹笑咎 強姦人是做不到的 OK 說真的 所以那些敵對的 黨員要搞夠你 找多幾個傢伙 做戲 去襲擊這些外國人 不用玩到這麼大 打死 打傷啊 你習近平你道歉都不想得閒 讓外國人覺得 中國是非產的不安強 It's not safe OK Chinese attack foreigners OK 當這件事情 變了事實的時候 那些人就大條道 你切枝切喬 那你 說過香港中國故事的 搞不定 你就欺負 然後跟著被一些政敵 吵架你 所以 在我批評之下 我不是什麼 印度神同2.0 我不是什麼 的語言家 而是我有學識 我會把之前的事情 以常理去分析去拆解 而是根據這個 案情的這個推演 作出合理的分析和判斷 和預測 所以是必定會繼續 有外國人被人打 你習近平道歉都道不認識 OK 你既然夠膽死話 個別事件 你再跟日本人講 什麼東西的南京大屠殺 日本人都可以說 我北京佔據了 有沒有大屠殺過 你把我佔據了 你東三省 有沒有殘殺過你的人 我上海打贏了 你有沒有殺過了 那些上海蟹 佔據了你 香港 有沒有天天大屠殺 所以南京大屠殺 都是個別的事件 你不要再追究 日本人已經在撤橋 日本人在呼籲 他們在打工 你打工沒有所謂 你在從商經商 沒有問題 麻煩把你的妻兒 送回去東京 說實話 說實話 你老美 根本 現在的日本人 戰爭過了 1945年到現在 你老美 在多年 你們大家算一算 OK 你中國 拿了日本政府 那麼多好處 那些模式貸款 都不肯使你還 又教技術 又教東西給你 OK 你天天就說人家打工 你 你老美 你拿人家著數的時候 你就沒有說人家是好朋友 你老美 是吧 跟著製造仇恨 要中國人 爭勾現在的日本人 這個日本人 難道他在南京大屠殺 有殺過你中國人 這個日本人的媽媽 難道 你老美 抓過 運過那些中國婦女 做維安婦 他們都未能出世 你爭他們做什麼勾 你老美 對吧 所以那些中國人 就沒有腦子 給他們洗腦之後 就憎恨日本人 那你家是用電飯煲 電飯煲都是日本人發明的 你沒有人去壽司狼排隊 你老母 所以我覺得 現在按鈎文雄 一會兒要做一些 比較穩定的事情 他讓你 進入那些海產 是另一件事 同時之間 呼籲撤僑 OK 呼籲 那些婦女 不要去 你中國裏面 就是你生活定居 減少日本人 你去中國留學 OK 甚至 大大聲聲 呼籲在這個 旅遊事件裏面 去到中國 如果你迫不得已 去到中國 尿蟹 尿雞 緊火 千萬不要說日文 尿蟹 尿蟹 這個機會 這個絕對是大外宣 玩尿你中國的 尿蟹宣傳伎倫 令你中國難堪 OK 尿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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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神經病 希望 你反正都不能做 你硬起來 你應該在戰略上 你一定要硬 尿蟹 他幾個月 然後等你日本選了新的手上 再想方法 是不是要繼續硬下去 又或者 就尿蟹 尿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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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取最有利 不要亂亂 亂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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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 多些人去看我們的節目 大家可以多些宣傳出去 哦 死者中日混血如 爸爸是日本人 不是媽媽是中國人 不過有一個中文名字跟武姓 哦 原來他媽媽是中國人 這一個很正路的 是吧 除了我們汪精衛 這樣想娶日本女人之外 中國的賓州 很短的 好 今天是這麽多 我們在加拿大的衣服 是這一個的 我忘記了哪一個brand 但我覺得這個brand 挺有型的 OK 拜拜 今晚 記得有超哥澳洲非人生活 也有香港人加書 然後再去一台 去一台看 老學老街總理出巡 說不定今天見齊世 有Christy 搞貓俊 白糖 小花 他們個個都會上鏡的 那如果大家有機會 在深水埗的 就去那裏找一下他 或者去金濠吃飯 遇見他們 那明天 如無以後應該有大院有樂 那星期三 星期日呢 就有第三台 新環節 世上尚未解破的沿岸 OK 今天這麽多 多謝大家捧場 希望大家多些打賞 真是很窄 是吧 做到希臘呢 我們也是不夠為皮 是吧 還差很多的 這個 才達到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眾籌 希望大家幫幫忙 支持我們 多謝大家支持 OK 那 不用多 是吧 十幾二十元也好 現在二千人在這裏 每人付十元 今天都給你兩雞 是吧 就是這樣簡單 是吧 五元 那一萬 我應該是減輕了 我每一集集集到這麽錢 我都不需要挨挨大家了 自動自覺就最好 是吧 月美真是水蜜 是吧 大家真是支持我們 今天這麽多 那在這裏再多謝 Candy的網友 特意遠道重陽 回來香港之後呢 捐了一萬元給我們 頂著那個雞頭的 好感激你 我答應你 總之 除非我真的沒辦法 繼續支持下去了 那我都會盡量繼續做 幫大家做好多些的節目 給大家一些 帶給我們一些智慧的分析 OK 拜拜 好 去開會了 再見 Bye 星期一 Morninggory見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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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